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训斥里他的腰都没敢直起来 身为周子军的铁杆心腹 他也知道来福医药这下完了 周子军盯着梁成豪是一副药吃人的样子 来福医药的产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作为企业的负责人 你敢说你一点都不知情 梁成豪努力抽动了一下嘴角 周市长 我真的是 周子军怒不可遏的咆哮道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准备对我说实话吗 如果不是顾忌身份 他一定会把面前的杯子狠狠的砸在梁成豪的脸上 梁成豪捶着头 犹豫了半天 这才说 周市长 您也知道 咱们来福医药以前就是个小厂 只会造风油精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 我们目前生产的这十几种药 不是仿制药 就是副方药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要想占领市场 就得进行密集的广告轰炸 这样消费者才能买 可现在广告费用年年在涨 我们不是也没办法吗 周子军气得浑身颤抖啊 没办法 好一个没办法 他插着腰 原地快速走了两圈 也压不住怒火 终于还是拿起茶杯 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造假药 就是你想出的好办法吗 良辰好 没有再辩解 心里头觉得非常委屈 我有什么办法呀 来服医药就这么厚的底子 造不出那种一招先的独家药 你每年还给不断的下任务 今年卖了十亿 明年就要卖三十个亿 我不增加广告投入行吗 不这样做广告 三亿都做不下来呀 再说了 很多企业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现在那些知名度高的医药企业 有几个是真正做药的 不都是在卖广告吗 一粒钙片让他们一番吹嘘 都包装成了包治百病 返老还童的仙药 相比之下 我这已经算是在做良心药了 至少还掺了一些西药成分呢 算是能治病吧 说到底 也怪你那个弟弟 怎么可以当众打记者呢 他要是不打记者 我们也不会顶到风口浪胶上去 风清县检测报告里 涉及的至少有二十几家企业 最倒霉的却只有我们来付医药一家 周子山因为打人 现在在云海被警方拘留了 要不然 梁成豪也一定要吐吐着口水 梁成豪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这些话他哪敢说出来 而周子军把梁成豪 训了个口血喷头 最后连自己都累了 坐在椅子上生着闷气 梁成豪这才小心地说道 周市长 现在事情已经这个样了 我们还是赶紧想个办法来弥补吧 周子军冷冷地哼了一声 等着梁成豪的下文 就听梁成豪说道 风清县 他自己宣布的检测结果 未必就一定是真实的嘛 他们可以检测 我们也可以啊 梁成豪就出着主意 如今只要给钱 什么样的检测结果都有人给你做 有人就专门挣这个钱的吗 周子军打断了梁成豪 你能找到比呆维医学基金更专业 比科学院更权威的检测机构吗 梁成豪只好善善地收回了自己的话头 在心里又把增益咒骂了一遍 这个臭小子真舍得下本啊 竟然把国内国外最权威的检测机构都请了 海的自己都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他眼珠一转又说道 周市长实在不行 我们就来个壮士断腕 祸是我闯的 责任我一个人来扛 听到这话 周子军的面色就缓和了不少 对梁成豪的这个表态他很满意 梁成豪纵然有百般不好 可忠心还是可价 他就说 你是有责任 但未必就是主要责任吗 对于那些胆敢欺上瞒下 从中捣鬼的不法分子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逃脱法王 梁成豪在心里松了口气 他也是真怕自己被推出去顶纲的 所以干脆就主动表明忠心来换取一线生机 现在果然奏效了 有了周子军这句话 那倒霉的肯定是那些一线负责采购和生产的 他又说 周市长我对不住你呢 周子军一摆手 那你说说 如果真到了最坏的那一步 来服医药怎么办 周子军没法不发愁啊 他现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先下手为强 高调来处理来服医药 争取尽快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 可是这样做了之后 来服医药又怎么办呢 厂里有好几千工人啊 这一下子没了饭碗 工人职工闹起事来 照样也是个大问题 可不能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啊 而且来服医药是周子军的大政绩工程 真要是就这么完了 那周子军不也跟着完了吗 梁成豪也跟着叹了口气 让曾毅这么一搞 再加上周子军的莽撞 来服医药多半是保不住了 光是召回那些问题产品 就得让来服医药瞬间破产 那这些药品也是花钱造出来的呀 现在非但没有卖出去 还得自己拉回来销毁 这才叫血本无归呀 如果再有一些懂法的患者进行索赔 那麻烦可就更大了 简直就是个无敌动 两项权衡下来 还不如就让来服医药破产呢 破产了干脆 周市长对媒体也做出了交代 更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 梁成豪又说道 事情其实也好解决 等过了这个风头 事情平息下去了 我们重新换个名字 然后再注册几个药品 就可以重新生产了 药品被爆出有问题 来服医药并不是头一家 以前也有很多企业被点名 对此很多企业都有了应对的办法 你说我的药品有问题 我就先抵赖 实在抵赖不过 那就破产关门 跟以前的自己彻底划清界限 等公众不再关注了 就再悄悄地注册个新名字 换个马甲 到卫生部办了手续 申请了药品 然后重新开工 还是这个厂 还是这些设备 这些工人 甚至厂长 都还是以前的厂长 周子军沉吟了片刻 这才问他 这个方法可行吗 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的话 那自己处理起来 可就游刃有余了 既可以高调来处理 来服医药撇清责任 事后还可以在来服医药的 后续安排上 争取一个漂亮的翻身 梁春豪就说 我在卫生部有个老关系 到时候走走他的路子 应该不成问题 周子军就点头应道 回头你安排人 去做这件事 梁春豪赶紧点头 只是这段时间 势力得帮衬一下 否则 来服医药的账上 还有多少钱 梁春豪是最清楚的 现在出了问题 银行和原料商 一定会集体上门追债的 到时候 自个儿连工人的工资 都发不出去 周子军烦躁的摆摆手 我心里有数 你把其他措施 都执行到位就行了 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了 梁春豪也不敢再耽搁 告辞出去 匆匆回去了 第二天 不少媒体都刊发了 关于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周子军打记者的照片 更是被放在了 最显眼的位置 包启帆拿来一后打报纸 放在增议的办公桌上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 上面有关于这次事件的报道 老板 那些原本守在咱们风轻仙的媒体 现在都去市里了 听说把来服医药 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些报道里最上面的就是一张周子山 殴打记者的照片 包启帆看着这照片 依旧还忍不住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意 这回周子山可成大名人了 媒体公敌啊 曾义看都没看 就把那打报纸放在一边 这些媒体总算干了一回该干的事 包启帆不由于愣 他以为曾县长看到这些报道 肯定会大为高兴 这才专门挑出来拿过来 谁知道曾县长却压根就没兴趣看 这让包启帆有些意外 曾义又淡淡的说了一句 媒体本来就该是一额扬善嘛 包启帆这才恍然 是啊 曾县长说的没错 作为公众媒体本来就应该持中正的态度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一额扬善 这本是他们的职责 作为媒体影响力可是非常大呀 大部分老百姓是要从媒体来获取消息的 甚至是从媒体去看天下 媒体给出大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认知 甚至是挟持大众的认知 现在呢 好些媒体都不伦不类 为了吸引眼球 不惜夸大其词 甚至是拿一些极具挑逗性的个案来当卖点 那些个消息 确实能刺激人的眼球 可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是很大的 想到这儿 包启帆也不禁老脸一红 好像自己在刚才看新闻的时候 就更关注周子山打人这样的画边消息 看到记者们对周子山愤怒的口诛笔伐 自己就按捺不住有些兴奋 而对于原本医保招标这样的大事情 自己反倒没有太多关注 也没有去思考其中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 包启帆很是惭愧 比起年轻的曾县长 自己这个见过风浪的人反倒有些不如 曾县长的目光 很多时候都是直击事物本质的 包启帆只能换了个话题 赶紧问道 老板 我们总共收到了17家媒体的申请 要求拿到检测报告 他需要请示增益 是不是向媒体来提供检测报告的全文 里面可涉及大大小小20多家医药企业 这真要被媒体公布出去 风波也不小 增益却没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就给了包启帆答案 凡是提出申请的 我们都给提供检测报告的全文 既然搞了就不怕搞大 只有把这些黑心企业一下子杀死一大批 整个医药行业的坏风气才能得到遏制 这对于中医药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在检测的50种药品中 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副方药 也就是生活中常听到的一个名字 叫什么中西药结合 就是把中药和西药掺在一起 做成同一种药品 这可能是国内医药界继中西医结合之后的 又一大创举了 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人 初中可能是好的 可能也是为了保存中医 发扬中药 但不可否认 这本经已经让一小部分黑了心的人给念歪了 国人不信中医 不看中医 但生了病却喜欢用中药 因为人们偏执的认为 中药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不会对身体造成潜在的危害 于是一些医药企业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 申请了大量的副方药进行生产 同一种药品 里面既有中药的成分 也有西药的成分 很多人当作是纯中药买了回去 但并不清楚 里面还有西药的成分 最后病没好 就说中药不管用 这病药是好了呢 也不清楚究竟是被中药治好的 还是被西药治好的 完全就是一种稀里糊涂的治病方式 当然也没有达到 吃药毫无副作用的这个理想初衷 就像来福医药生产的感冒充剂 我卖给你的可是中药啊 可真正起疗效的却是西药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药品 整个市场上随处可见 西药企业喜欢制造副方药是原因的 一是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市场大 二是这利润比其他药品可要大得多呀 众所周知化学药品成本低 卖不出高价 而中药的成本非常高 就能卖出高价 如果是纯西药的感冒灵 可能两块钱就能买一大盒 可如果添加了中药成分 那这盒药就能卖到十块八块二十几块 甚至还要更高 企业天性是逐利的 当然是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 有良心的企业就老老实实的 按照祖方使用真材石料做药 而没良心的就开始作假了 反正还有西药的成分在治病呢 中药假不假的其实无所谓 吃不死人就行了 卖的是中药的价格 却不用添加任何中药成分 那这里面的利润有多大 就可想而知啊 对于复方药 医药界还有一句话 叫什么中药负责赚钱 西药负责治病 你这样一种什么中西药结合的方式 能够挽救中医 能够把中医药发扬光大吗 如果中医药真的需要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得以苟眼残喘 那增益宁可让中医药彻底灭绝掉 包启帆不明白增益心里的这些想法 他有些担忧 曾县长这么做 无异于是在到处树敌啊 他就说 老板 我们是不是挑几家有实力的媒体提供 包启帆是想让增益再考虑一下 大媒体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惹得起的 交给大的权威媒体去公布检测结果 咱们这边的压力也能小一些 就听增益说的 我们在记者面前说了话 就要算数 凡是提出申请的 全部提供 包启帆就不好再劝什么了 随即他又想起一件事 曾县长 卫生局张发成的病已经好了 既然身体好了 就让他继续好好工作 包启帆心想 这个张发成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这场大风暴下来 估计要弄死不少人的 结果引爆这颗炸弹的张发成 却毫发无损 听曾县长的意思 似乎连张发成之前招标的失误 都不愿意追究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曾义突然又叫住了包启帆 启帆 包启帆赶紧回头 又回到办公桌前请示 老板 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记得上次你讲 我们封庆县有位小诸葛 是哪位同志啊 包启帆认认真正的答道 是招商局的局长贾人亮 曾义微微点头 随即低头看起了文件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包启帆就很知趣的告退了 他心里知道 贾人亮就要完蛋了 文贤戈尔之雅意 曾县长这时候提起贾人亮 无非就是想了解一下贾人亮 这个人的情况 看看都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缺点 只有抓住把柄才好动手啊 眼下来福医药 已经彻底捆住了周子军的手脚 他自救尚且不急 在这个时候 如果去砍 葛世荣的左膀右臂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捆住了你的靠山 再砍掉你的手脚 到时候葛世荣就光杆司令一个 就只能剩下束手就擒 坐以待毙了 可惜 包启帆还真答不出这贾人亮的问题来 贾人亮这个人很有头脑 平时也很低调 又是在只负责干活的招商局工作 手里没什么实权 除了会吃吃喝喝以外 还真没有什么大毛病让你抓 包启帆 心里有点着急 老板好不容易用自己一回吧 自己还什么都讲不出来 这会让老板心里有想法的 平时讲起无关紧要的事情 你一套一套的 关键时刻呢 你却半点用都没有 要你何用啊 包启帆忧心忡忡的离开 增益的办公室 他也很想立点功劳 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什么事情都让老板亲自去冲锋县阵 而自己只能跟在后面摇旗呐喊 这样的大管家换了谁不能做呀 门外的秘书刘响 看包启帆心事重重 就主动打了个招呼 包主任 包启帆却心不在焉的误了一声 就从刘响面前走过去了 走出去两步 他突然回过神来 觉得自己刚才的动作不妥 就站住脚回身笑着问道 啊小刘啊 在忙什么呢 曾县长今天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安排吗 刘响笑道 曾县长让我整理一些信息 我正在做这件事呢 包启帆就来了兴趣 身头看了看刘响面前的公文签 发现上面全是医药公司的名字 就说 这是 啊是这样 卫生部昨天发布了一份 关于整治药品市场的通知 通知上面一下子吊销了 37家医药企业的药品生产经营许可 这是名单 哦我看看 包启帆赶紧伸过手 他觉得这件事很蹊跷 好端端的 卫生部怎么突然要整顿药品市场了呢 还一下子处理了这么多的企业 刘响就把名单递过去 这份通知是公布在卫生部网站上的 包启带接过来 趴在那挨个把名单上的医药公司名字一点 突然大手就啪的一声拍在了这份通知上 脸上一阵惊喜 刘响这下可就懵了 包主任 他心想包启帆今天这是怎么了 刚才还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现在怎么这么兴奋呢 就听包启帆连声叫道 好好太好了 他的脸上全都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可又不解释原因 而是积极催促道 小刘啊 你快把这份名单给曾县长送进去吧 说完 包启帆一转身 也麻烈的朝自己办公室去了 脚下走的都带起了一阵风 等回到自己办公室 包启帆就赶紧打开卫生部网站 然后就看到了刘响所说的那份通知 通知很显眼 就放在首条的位置上 而令人吃惊的是 这份通知发布的时间 竟然跟昨天封庆县发布会是同一时间 如果认真计较的话 甚至还早了那么几分钟 包启帆从座椅上站起来 狠狠地捏了捏拳头 他有一种忍不住要大声呐喊的冲动 没想到啊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曾县长竟然有如此大的能耐 就连卫生部也在配合着曾县长的行动啊 就在这份整顿通知上 一下子吊销了37家医药企业的生产资质 理由同样是药品存在质量方面的问题 而被封庆县捡出的那二十几家企业 名字全部出现在了这份通知里面 这还不够清楚吗 卫生部一下子就把曾县长身上的压力 全扛过去了 不管是媒体监督 还是封庆县 报检药品 在外人看来 这都算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而卫生部处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医药企业 那是分内之事 是老子打儿子 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谁也说不出半句闲话来 关键是这份通知发布的时间 简直就跟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曾县长不但成功摆脱了 推翻医保招标结果的麻烦 而且还利用来服医药 一下子僵死了周子军这位常务副市长 而卫生部也似乎是卫补先知 在封庆县公布名单之前 提前制裁了所有有问题的企业 也履行了自己的管理职责 保证了卫生部门的威严 难怪曾县长一点都不忌讳 向媒体公布全部的检测结果 原来是早有部署 有了卫生部的这份整顿通知在前 曾县长就是把检测结果 拿出去到大街上发 也没人会说什么了 包启帆现在真是心服口服啊 那些自己认为很棘手的事 曾县长都摆平了 这真是匪夷所思 包启帆也实在想不明白 曾县长到底是怎么让卫生部 听自己指挥的呢 这根本就是无法办到的事情啊 在卫生部这样的大部门面前 一个小小的县长 影响力几乎为零啊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 医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来服医药的老总梁成豪 又匆匆忙忙的找到了 常务副市长周子军 脸色比起昨天更加难看 周市长 事情不好了 周子军这个时候更是焦头烂额 今天这很多媒体的报道 让来服医药 一下子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尤其是周子山殴打记者的事情 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听说省长顾明夫 在一天之内就收到了 大量媒体的投诉 大为恼火 都拍了桌子 早上开会 研究来服医药的解决方案时 周子军就被挤兑得不轻 连落井下石的人都有了 见到梁成豪慌里慌张的进来 周子军不悦的训斥道 慌慌张张 像什么话 就是天塌下来 不还有高歌顶着吗 越是这种时候 他越是提醒自己要保持镇定 千万不可乱了镇脚啊 梁成豪就把一份通知放在了周子军的办公桌上 周市长 这是卫生部刚刚下达的处罚通知书 周子军拿起来一看就觉得不妙 卫生部门这次的反应速度似乎也太迅速了吧 而且市里事前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不符合常规啊 他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书面通知是今天到的 可处罚决定 昨天卫生部网站就进行公事了 梁成豪是今天收到了书面的处罚决定 才知道了这件事 平时没事 也没人去关注卫生部网站呢 周子军心里的感觉可就更不好了 他闻到了一丝掉进陷阱的味道 打开电脑 浏览了一下卫生部网站 周子军当时脸色大变 这通知发布的时间太巧了 巧到让周子军立刻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梁成豪当然也意识到了 只是他跟包启帆一样 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是增益真有那么大能量呢 还是事情只是碰巧凑到了一起 要是说碰巧的话 这也未免太巧了吧 梁成豪就问道 周市长 您看我要不要先找卫生部的熟人 了解一下情况 周子军现在也有些乱了阵脚 卫生部的这份通知 给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当下只是误了一声 什么表示也没有 梁成豪就掏出电话 拨给自己在卫生部药监局的 那位老关系 电话响了好几次都没人接 梁成豪急的是一头大汗 又拨了几次之后 电话终于通了 还没等梁成豪开口呢 电话那头先责怪上了 梁成豪 这个时候你怎么能给我打电话呢 出发决定 你收没收到 收到了收到了 张处长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位张处长的声音冷冰冰的 怎么回事 你难道不清楚 你们的药品有问题 梁成豪听着张处长的声音 有别于往常 心脏就狂跳起来 张处长 您看这事还有没有挽回的 那边的张处长直接就打断他 许胜荣部长亲自点了你们来服医药的名 并且要求暂停家通室 进其所有药品和药企的注册申请 你说还有挽回的可能吗 梁成豪 豪自为之吧 张处长说得很快 说完了就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 梁成豪都有些懵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许胜荣部长点名要处理来服医药 还暂停家通市所有的药品药企注册申请 如此赶尽杀绝 这得多大的仇恨和怒火呀 周子军听了反倒是松了口气 卫生部许胜荣部长亲自点了名 反倒说明这件事很可能就是巧合 曾医他再能折腾 也不至于能让许部长亲自出面吧 这个念头刚起来桌上的电话突然歇斯底里的叫了起来 周子军拿起电话 我是周子军 电话里只讲了几句 就见周子军突然脸色大变 一瞬间脸上就没了血色 那只抓住电话听筒的手也不禁微微颤抖了起来 放下电话 周子军就吩咐道 梁成豪其他的事情你先别管了 现在马上回厂里去 梁成豪赶紧问 周市长是不是情况又有变化了 就见周子军沉着脸 省里已经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来福医药展开全面的调查 梁成豪大吃一惊啊 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自己跟周市长已经商量好了要先下手为强 可市里还没来得及对来福医药做出处理决定呢 卫生部和省里就集体做出了反应 这未免也太快了吧 周子军也坐不住了 他的语气极其凝重 这次的事情不同寻常 说不定调查组已经在路上了 你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记住 等调查组来了 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慌个手脚 我现在就去胜利 说完 周子军拉开抽屉 从里面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 打开后只看了一眼 就匆匆塞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然后站起身朝门外走去 梁成豪哪还敢耽搁呀 他走得比周子军还快呢 他得必须提前回到厂里 做一做准备 要不然调查组一来 所有的东西冻结封存 那问题可就大了 库房里那些问题原料 都还没来得及搬走呢 那就是相当于县城的证据 更不要提厂子里的财物了 那根本经不起调查呀 在家通市 还没对来福医药做出处理决定之前 省里就先一步派出了调查组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家通市 最高兴的莫过于包启翻了 他猜的结局竟然真的应验了 来福医药这个事情 竟然真的是以调查组进驻来收尾的 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调查组会查出什么问题 得出什么结论 那才是新的开局 这天上午 封庆县开了一个政府会议 要对医保招标的事情做一个总结 卫生局局长张发成 早早就到达会场 手里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材料 这次的事搞到这么大 把张发成可给吓坏了 心脏病都因此发作了 可他没想到 事情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局 自个儿居然一点责任都没有 反而还被曾县长点名 要对今后的医保招标改革工作 做主题发言 旁边就有人说道 老张啊 看你红光满面 这是有大好事啊 张发成走过来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那有什么大好事啊 曾县长点了我的名 让我讲一讲医保招标的事 我这心里头 现在正七上八下的呢 一会儿 要是讲不好 可就糟糕了 曾县长的脾气 相信你们也是知道的 众人哈哈大笑 心说 张发成这分明是在炫耀啊 这回曾县长让张发成 推翻之前医保招标的结果 这家伙二话不说就推翻了 如此坚决 现在果然收到回报了 市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张发成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非单无过 反倒还有功呢 不过曾县长的脾气 大家还真就是切身领教到了 丝毫无愧于 曾剃头这个称号 他不仅敢剃县里这些下属的头 就连级别高的上级 也都逃不过这把剃刀啊 上回那个财政厅国库出的副处长 就是因为站出来刁难了一下 曾县长 已经给发配到老干部处养闲去了 前不久 周子军到龙国乡给曾县长吃了个别 可转眼之间 周市长自己就吃了别 现在封庆县各个局行委办的头头脑脑们 全都知道县里谁才是说一不二的人了 一听曾县长开会 麻溜就过来了 生怕惹恼了这位曾剃头 张发城看到这些位的神色 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不过他的心里却是别有感触 这次可不是我施食物为俊杰呀 实在是当时曾县长发飙的场面 你们没见到啊 吓得我腿肚子都抽筋了 曾县长轻易不发火 发起火来能吓死人呢 又有人呵呵笑着说道 老张啊 前几天你生病住院 我理应去看望的 可不巧的是 我正好到外地开了个会 你别见怪呀 这是在解释前几天的事 当时事情闹得那么大 谁敢去医院看望张发城啊 都怕沾了晦气 可现在就不同了 也有人解释道 哎呀 都怪高庄乡那几个干部 死活拽着我不让走啊 还有人则是关心的问道 哎老张 这身体应该康复了吧 张发城就说道 谢谢各位的关心 我已经彻底康复了 这次能这么快出院呢 全靠曾县长给我开的药方 我这多年的老毛病都去了根啊 张发城也不由帮曾义宣传了一下 这次住院 他算是看到人情冷暖了 局里的下属都不来看他 反倒是包启帆特意来了一趟 还带来了曾县长专门开的药方 一吃就见了笑 通过这件事 张发城也看明白了一件事 曾县长是曾剃头不假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面 对于胡作非为的干部 曾县长下手是绝不手软的 但对于能勇于改错 认真办事的干部 曾县长又会进行极大的关怀 听说周子军 在封庆县的常委会上 都已经提议要处理自己 是曾县长把所有责任都揽了过去啊 这样的领导 如何不让下属干脑涂地的去做事啊 其他人陆陆续续到达会场 寒暄之后就各自坐在位置上 等着会议开始 葛世荣此时走进了会场 会场里刚才还非常嘈杂的声音 突然就停下来了 一下子变得冷记得吓人 而这种冷记足足持续了十几秒 大伙都看着葛世荣 可诡异的是 竟然没有一个人主动打招呼 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葛世荣 还带着一种意外的表情 似乎葛世荣不该出现一样 有人就咳了一嗓子 咳咳咳 会场顿时就像被注入了一股生气 所有的一切这才活了过来 大家纷纷扭头侧脸 继续刚才的话题 生生的就把葛世荣 给晾在了会议室的门口 如果有人此时在旁边看着的话 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 刚才那一幕 就像是大伙听到什么动静 一起往会议室的门口去看 可看了十多秒之后 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人 于是各自收回视线忙自己的去了 葛世荣在这一瞬间脸红脖子粗 随后那脸色就黑的不能再黑了 而恰好曾毅这个时候也走了进来 他看了葛世荣一眼说道 世荣同志 你的气色看起来不太好啊 葛世荣的肺都快气炸了 要是这群人也给你这么大的一个难堪 你的气色好一个试试 包启帆站在曾毅身后 一副关切的样子 葛县长 是不是上次的病又有反复 没有彻底痊愈啊 葛世荣恨不得撕了包启帆 你这个姓包的 这是故意接老子的伤疤呀 老子什么时候有病啊 哪想到副县长郑辉煌接了一句 葛县长 刚才大伙都在说 曾县长一个方子就治好了张发成的心脏病 比神医还神 要不你也请曾县长给你一个方子 现场就有人快忍不住了 谁都清楚 葛世荣上回是装病 再去找曾县长开药方 这不是主动着抽吗 这个郑辉煌也没安好心呢 葛世荣一股怒火是直冲脑门 脸都快变形了 他想 郑辉煌 你这个小人 得意变猖狂 你给老子记住 别说老子没病 就是老子真病了 宁可兵死 也不会求他曾某人一句的 正在那尴尬着呢 曾义开口了 最近县里事情多 估计世荣同志也是累着了 注意休息 一句话给了葛世荣一个台阶下 曾义可没有恶心葛世荣的兴趣 何况现在是要开会 不能搞得不成体统 等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葛世荣恨恨的瞪了旁边的郑辉煌一眼 然后伸手去摸自己面前的茶杯 突然就觉得小肚子那儿一股凉气窜起来 然后腹部的内脏就一阵阵的抽搐 疼得葛世荣的冷汗当时就下来了 还不禁发出了一声闷哼 做得最近的郑辉煌 当时就发现了葛世荣的异常 葛县长 你真的没事 会议室的人齐齐看了过来 都看出葛世荣脸色不对 刚才虽然带了丝黑气 可好歹还是正常的脸色 现在却是惨白的吓人 葛世荣一手按着小肚子 一手不悦的摆了摆 我 刚想说没事啊 这话没出口 小肚子里又是一阵猛抽 当时话都讲不出来 抱着肚子 腰就弯下去了 曾义一看就知道 葛世荣这回可不是装的 是真病的 而且还是被弃病的 当时就说 世荣同志 我看你还是去医院吧 身体要紧呢 葛世荣本想拒绝 奈何疼得实在厉害 只能点了一下头 表示同意 而诡异的一幕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 在葛世荣做出了 同意去医院看病的表示之后 现场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过去扶一下葛世荣 就那么看着他 曾义一看 也只好冲包启帆使了个眼色 包启帆这才赶紧过去 伸手扶住葛世荣 葛县长 你要是早听曾县长的 也就不会如此了吗 这一句话 葛世荣直接就昏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被弃的 还是疼的 会议开始之后 张发成开始做发言 为了防止有的企业 恶意投标 今后在药品招标中 我们准备引入成本考量体系 将对所有投标产品的成本进行测算 对于低于均价的产品 慎重起见原则上不予采用 在药品质量上严格把关 对投标产品进行随机抽检 重点加强中药 尤其是复方药的抽检力度 对有不良记录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 永不采用黑名单企业的产品 在招标过程中 引入一线医疗专家 更侧重于临床疗效好 应用范围广的药品 切切实实让患者享受到医保的好处 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把好关 张发成 把面前厚厚的一打材料念完 就牵拱的朝曾毅笑着 这是他花了很大的心血 做出来的 封庆县医保药物招标方案的修改稿 曾毅微微点头 心说张发成能干卫生局局长 专业水平还是有的 这份方案虽然还有着很大的不足 但已经算是比较完善的了 至少规避了 为低价者中标模式中的很多弊端 把所有的医药企业都拉到了一个起点上 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公平竞争 曾毅便给予了肯定 这份方案我看可行 也是花了心思的 把问题考虑的比较周全 曾毅拍了板 其他人自然不反对 张发成拟定的这份新的招标方案 就算是正式通过 明年将按照这个方案来实行 散会以后 包启帆从医院回来了 向曾毅汇报情况 葛世荣今天真是倒霉啊 会议还没开始 人就病倒了 被直接送到了医院 包启帆就说 老板 现医院已经确诊了 葛县长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膳气发作 曾毅微微一摇头 心想 葛世荣还真是被气得不轻啊 连膳气都给气出来了 大家常说气得肚子疼 就是这个了 人在生气的时候 体内压力变大 内脏受压后产生变形 一味也就是善气了 不致命 但是比较痛苦 曾毅说道 哦 知道了 他根本也不在乎 葛世荣得了什么病 包启帆就没再往下说 葛世荣在风清县坏事做尽 现在也该是他遭报应的时候了 只得这么一个小小的病 算是很便宜他了 应该叫他头顶掌窗 脚底流浓才对 几天以后 曾毅又把包启帆叫到办公室 把马恩博士的联系方式交给了他 又嘱咐道 过两天有一位很重要的客人 要从前州过来 这是电话 你安排一下接待工作 正如曾毅所料 前州市那边把所有的路子都跑遍了 可根本就跑不下检测试剂的生产批文 他们拿了马恩博士的所有试验数据和专利证书 可主管部门呢 根本就不认 国内科研领域的风气不太好 所以主管部门对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也是存有怀疑的 不敢轻易相信 前州市折腾了一大圈 甚至还在马恩的带领下去拜访了徐佬 可惜也没有得到一句准话 连番受挫之后 前州市对这个项目的热情就大大降低 对马恩也不像以前那么看重和热情了 曾毅这个时候向马恩再次发出邀请 前州市那边竟然没有阻拦 甚至可能他们还在心里存了看笑话的心思 我们堂堂一个省会城市都搞不定的事 你一个小小的封庆县除了再次碰壁之外 又能如何呢 几天之后 马恩到了东江 包启番对曾毅交代的事情可不敢怠慢 亲自带人带车赶到云海机场 然后拉着马恩一行 到了丰庆县政府大楼 曾毅得到包启番的消息 就等在了大楼门口 他很热情的朝马恩伸出手去 马博士欢迎你 马恩从车里下来 就急急的握住了曾毅的手 曾县长您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马恩的父亲也跟着来了 他从车里下来 曾县长您太费心了 还专门让包主任去云海接我们 实在是太麻烦了 谢谢呀谢谢呀 曾毅呵呵笑着 邀请二人进楼 应该的 你们是我们县的贵客 就是我亲自去前周请也是应该的 路上肯定辛苦了 咱们到办公室谈 我准备了好茶 马恩的父亲倒是很会说话 哎呀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您这一线之掌 工作肯定很忙 有不少大事要办呢 包启番只是站在一旁 但是也看出来了 马恩博士啊 就是个书呆子 不怎么会说话 是心智淳朴 而马恩的父亲倒是比较讲究 到了楼上办公室坐下 刘响就送上了刚期的茶 同时又说 两位贵客请喝茶 曾县长特意吩咐 一定要期最好的茶 谢谢啊谢谢 马恩和他父亲倒完了谢就坐在那 打亮着增议办公室的布局 办公室虽然不小 可里面的布置却没什么出奇 没有其他领导办公室里那么多的装饰 唯一的装饰就是墙上有一幅字 天下为公 马恩的父亲稍稍懂些书法 看到这幅字也是眼前一亮 这四个字写的不同于那些名家成熟的字体 属于大功不巧的写法 着笨之中却有一股坚定不可动摇的底气 再往落款一看 马恩的父亲有些吃惊 这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品 还是增益自己的手笔 这实在是太少见了呀 长天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尘 马恩博士父子来到了丰庆县 曾毅请他们在办公室坐下 又关切地问道 马恩博士的身体痊愈了吧 马恩笑着探了探身子 全愈了 全愈了 多亏曾县长的药啊 马恩的父亲也说 曾县长不光治好了 马恩的尿壁症 后来你给我的方子 马恩也吃了 最近这体重也下来不少 三高的情况也缓解了 曾毅呵呵笑着 那就好 那就好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还等着马恩博士 再多研究几个 造福苍生的药品呢 马恩此时说道 曾县长 前段时间去京城的时候 我的老师徐老还提起了你 没想到你也认识他 曾毅笑着问道 哦 徐老身体也好吧 他并没有提起 自己跟徐老认识的过程 马恩赶紧说 好着呢 好着呢 老师对您赞不绝口 说您是血管中西 不但医术造诣深厚 对医药也有着很精道的理解 马恩的父亲笑着接话道 徐老的话 坚定了我们跟曾县长合作的信心 我们这次就是为此而来的 曾毅笑道 我们丰庆县始终是怀有极大诚意的 稍事休息之后 我会先带两位到县里的几个工业园 走一走看一看 考察一下环境 如果决定了在丰庆县投资 我再向两位介绍具体的细节 包括另外几位投资商 我也会请过来和你们当面进行沟通的 马恩的父亲连连点头 表示就按照曾毅的安排来 不过随后他又说道 曾先生 马恩是铁了心要把这个事迹留在国内 可是我个人呢 还有点顾虑 曾毅就笑着问道 是关于生产辟文的事吧 马恩的父亲就点了点头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上次马恩领着前周式的领导 去了徐老那里 徐老是马恩的老师 在化学药品领域 可是有很深的研究 可徐老看完马恩带来的材料 并没有答应帮忙 而是开了句玩笑 说自己退休之后 每天种花养鸟 玩物丧志 把专业都荒废了 这其实就等于是拒绝了马恩 徐老并没有因为马恩是自己的学生 就开后门 所以马恩的父亲很担心 封庆县条件再好 曾毅再懂医药 可主管部门这一关过不去 拿不到生产批文的话 一切都是白搭呀 曾毅就说 这个请尽管放心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也不敢浪费两位的宝贵时间 把你们请到封庆县来 关于这个问题 稍后我会慢慢解释的 话刚说到这儿 曾毅放在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只好抱歉的说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曾毅来到桌前拿起电话 就听到里面传来的是 萧江波的声音 曾县长 我是江波呀 我现在马上就到丰庆县了 云海制药衣厂的王董也过来了 还有另外几位医药企业的老总 曾毅有些意外 萧江波过来 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他就说 哦 到哪了 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到 我好准备一下 哎呀 不用准备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封庆县县界了 可能十分钟就到吧 萧江波说着又解释道 事先呢 我们也没商量 因为来复医药的事儿 今天省里召集我们开了个会 开完会 王董就提议了一句 大家伙就一起来了 曾毅哈哈一笑 好啊 请代为转告 我们丰庆县热忱欢迎各位的到来 我现在就去迎接诸位 放下电话 马恩的父亲就问道 曾县长 是不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办呢 曾毅笑道 今天这是喜事迎门 贵客一下子都到风庆县来了 有几家省内大型医药企业的老总 也过来考察 而且马上就要到 我为马恩博士的这个项目 联系的一位投资商也在其中 我介绍你们认识 马恩的父亲就站起来 哦 要不我也去迎一下 曾毅就说 啊 这也好 只是有些失礼了 马恩的父亲笑着催促道 哎呀 曾县长太客气了 我们这就下去吧 可不要让贵客朋友久等了 曾毅派人给县委书记张忠明送了个信 就带着马恩博士父子朝外面走去 刚到楼下就看到一列长龙车队驶了过来 包起翻跑得快 已经到门口迎上去 领着车队直接进了县政府大院 云海第一制药厂的王董事长一下车 就笑呵呵的冲曾毅伸过了手 曾县长 我们今天是不请自来 有什么打脚之处 还望多多包涵呢 曾毅跟王董事长握手寒暄 哪里哪里 我们封庆县县政府大门 永远都对各位医药界的翘鼠精英敞开着 欢迎大家随时来 尝尝来 然后他也一一的和今天过来的医药界代表握手认识 说话间 县委书记张忠明也过来了 满脸洋溢着喜气 东江省医药界代表今天齐聚封庆县 这在封庆县历史上也算是一大喜事 张忠明自然要凑一凑热闹 张忠明上前握手 欢迎啊 欢迎啊 诸位企业家一起历临 是我们封庆县的荣幸 你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 今天来到我们一个小地方 还请多批评 多执政啊 这些位企业家们又纷纷客气道 不敢当 不敢当 张书记严重了 最后是一辆很不起眼的小汽车 也开进了封庆县政府大院 车门打开 从驾驶座上下来个年轻人 把车子往那一停 就双手插在兜里 站在楼前的花圃旁 悠哉悠哉的打亮着县政府大院里的一切 张忠明一瞄过去 正好看到这个小伙子 当时眼前一亮 他甩开众位企业家几大步就走下台阶 老远就伸出手 连声说道 哎呀 顾总啊 哎呀 顾总 我看着就是像你 没想到真的是你啊 你可是稀客呀 顾迪稍微点头 摁了一声 啊 张书记 好久不见呢 张忠明有些激动啊 自从上次在省里见过顾迪之后 他就琢磨着怎么能攀上这层关系 没想到顾迪今天倒是主动来到了丰庆县呢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呀 只要能把顾迪招待好 那这关系可就算有了良好的开端呢 张忠明满脸带笑 哎呀 曾毅同志也是 顾总这么重要的贵客光临 竟然如此草率 昨天一块吃饭的时候 他也没提起这件事啊 这看似是在批评曾毅 其实是故意在顾迪面前提曾毅 显得自己跟曾毅的关系很亲近 顾迪却随意摆手 我随便过来看看的 这意思就是这次过来谁也没有惊动 包括曾毅在内 张忠明就说 顾总 您过来应该先通知一声才是 我们也好做好接待准备嘛 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风清仙的干部不懂礼数呢 顾迪也不想多搭理张忠明 张书记 快去忙吧 那边客人都在等着呢 张忠明回头看了一下 发现曾毅并没有过来的意思 而其他几位企业家也没有什么举动 他就知道顾迪是不想搞得人人皆知 当下只好说 顾总 那今天实在是太实力了 要起那几位老总也都在朝这边看 张忠明忽然撇下大伙直奔顾迪 大家伙就开始揣测顾迪的来历 只是顾迪以前没有在医药界混过 所以东江医药界认识他的人并不多 而认识顾迪的那几个 也早知道顾迪的脾气秉性 并没有上前搭话 曾毅只是朝顾迪远远点了点头 笑了笑 也没有过去打招呼 更没有专门做介绍 顾迪今天是冲着马恩博士的项目来的 上回南云将军查的项目 他没有下大本钱 至今仍旧非常后悔 现在曾毅又要搞新的项目 顾迪自然很上心 赶着要来掺上一脚 张忠明走了回来 笑着说道 曾毅同志 今天的贵客比较多 我看咱们两个分一下工吧 你给各位企业家做个向导 顶着大家先到县里各处去走走看看 我现在呢 就去县委招待所 来安排一下接待方面的工作 在场的企业家 大半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总 哪个不是人精啊 一听就听出来了 这位曾县长在丰庆县 可是根深夜貌啊 连县委书记都要避让三分啊 曾毅笑着说 我来做向导没问题啊 可涉及到县里的政策和具体情况 还是张书记比较熟悉一些 到时候企业家们要是问起来 我怕答不上来啊 包启帆八面玲珑 当时就说 两位领导 接待的事情就交给我去做吧 保证让贵客们都满意 说完 包启帆就急忙抬脚 急匆匆去安排了 张忠明身为一任县委书记 自然不可能跑到县委招待所 去亲自安排饭局 他这么讲 只是想在顾迪和企业家面前 把曾毅往前捧 顾迪跟曾毅的关系 张忠明是见识过的 没有什么比捧曾毅更能捧到顾迪的心里去了 再者说 今天这些企业家们 为什么结伴来到风庆县呢 张忠明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反正绝对不会是喷着自己来的 所以 张忠明就干脆把曾毅往前捧 一来在众人面前示好 二来呢 在曾毅的斡旋下 说不定还能给风庆县 拉来几笔投资项目的 这最后也都能算自己一份啊 包启帆的效率很高 众人只是在县政府的小会议室里 小坐了一会儿 接待工作就已经安排好了 因为时间上早 县里调了两辆考斯特中巴 先带企业家们去县里的几个经济园区参观考察 参观流程也是包启帆安排好的 车队出了县政府大院 直奔仅靠着县城的城关镇工业园区而去 坐在车上的张忠明看了看方向 脸上若有所思 以往县里只要由企业来考察 第一个参观的对象一定是县里的开发区 可今天却选择了距离更远的城关镇工业园区 这里面大有玄机呀 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东根 得知县里来了大型企业考察团 立刻张灯接彩 组织管委会大大小小干部都站在路边准备迎接 王东根看着县政府方向心里有些不踏实 他问道 消息准不准呢 办公室主任赶紧说 千真万确呀 这次到县里来的是一个医药企业考察团 江波医药 云海第一制药厂的王总都亲自过来了 王东根两只手捧在腹前用力的捏了两下 心想 这可是个高规格的考察团啊 云海第一制药厂 那是东江省最大的国营制药厂 而江波医药 那是全国最大的民营药企 如果能从这两家企业手里 争取到一两个项目 这绝对是一笔耀眼的政绩呀 他又嘱咐道 接待工作一定要扎实 要高度重视 办公室主任赶紧说 王主任您放心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接待这样的考察团了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王东根点了点头 心里才觉得有些踏实 开发区各方面条件都是封清县最好的 只要来了考察队伍 不可能不到开发区来看看 虽然没有接到县里的通知 但王东根还是决定早做准备 远远看到车队过来 办公室主任就喊了起来 快把欢迎的横幅赶紧拉起来 把手里的采气也挥起来 精神一点热烈一点 王东根也往前两步 站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上 好让车队能够清楚的看到自己 脸上又堆满了热情的笑容 准备迎接考察团的到来 车队风驰电撤 距离王东根只有五十米的时候 依旧还没有减速的意思 众人看着车队直直驶来 不由的往路边又退了两步 刚站稳 车队就从他们的面前呼啸而过 现场的人就都傻了眼 尤其看到王东根的脸色 那是一片灰败站在那儿就像是丢了魂似的 办公室主任小声提醒道 王主任 他也意识到事情不对了 王东根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他想发火可又不敢 最后说 想让大伙都回去 你去把情况给我搞清楚 这办公室主任一脑门子的汗呢 招呼着大伙都散去 然后又匆匆忙忙往县里去 王东根站在那儿没动 脸色连续变换着 考察团过开发区而不入 这已经是个很明显的信号了 县领导对自己极其不满意啊 开发区一直都是葛世荣的地盘 不算很出色 可也不算很差劲 上回增益争取到南西集团的项目 依旧选择了落户在开发区 这就是给王东根一次机会 谁知王东根随后又跟葛世荣一起 挖了个坑 制造了财政危机 要给增益难堪 王东根这个时候肠子都快悔清了 他没想到 葛世荣把上一任的县长都轻易赶跑了 却在新来的曾县长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这才多长的时间呢 葛世荣就已经在封庆县彻底失了事 自己当时也是猪油蒙了心呢 竟然把曾县长给得罪了 今后县里对开发区的支持力度 肯定是要大大下降的 今天的事情就是个信号啊 王东根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了 再跟着葛世荣走 必然是死路一条啊 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两个地方 车队返回了县委招待所 这里已准备好了丰盛的宴席来款待大家 酒宴之上 云海第一制药的王董开口说道 风庆县的环境刚才我已经看了 软硬件都是一流的 今年厂里要增加几条新的生产线 我对风庆县印象不错 就是不知道风庆县的领导欢迎不欢迎啊 张忠明眼神一亮 立刻举起酒杯 我代表风庆县委县政府 全体干部群众 都感谢王董事长 对我们风庆县的信任和大力支持 我们热情欢迎云海第一制药厂 前来风庆县设立分场啊 曾毅也说道 王董的话令我们倍受鼓舞 王董事长呵呵一笑 举杯共饮 等放下杯子又说道 今天上午 省里召开的医药工作会议上 顾生章讲道 医药事业 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是一项重于泰山的大事业 必须要像风庆县这样实事求是 讲究诚信 才能把这项事业做好 这是我信任风庆县的一个重要原因 风庆县的这块诚信招牌 是我们医药企业生存之本啊 曾毅心中一动 经过王总这么一提醒 他倒是找到了一个 做大风庆县的宣传点 那就是诚信二字 在医药行业 尤其讲究诚信 古代药行就有 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的说法 患者买药 但大部分不懂药 当然是选那些 有信誉保证的药品 只要把风庆县的这块诚信招牌 在大众的心里竖起来 让印有风庆县制造的药品 成为一块 让患者放心的金字招牌 自然就会吸引大批的医药企业前来入住 这和南云县做将军查的办法有些不同 但也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有很多品牌 已经不仅仅是商品的代言词了 它里面凝结了很多东西 有的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 既然企业这么做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曾毅就认为 风庆县同样可以这么做 不同的是风庆县没有具体的商品罢了 这件事要趁热打铁 但也必须有个全盘的计划 后续的措施必须跟上 否则只会让风庆县臭名远扬 曾毅再次举起酒杯 王董 让我们共同来做大 诚信的事业 王董很痛快的又干了这杯 他是个知情人 知道曾毅和顾迪的交情 今天主动提出 要在风庆县设立分厂 完全是冲着这个来的 反正云海第一制药厂 要建分厂 建哪 不是建呢 有了王董的表态 其他几位医药企业的老总 也对风庆县的投资环境 给予了肯定 表示有机会的话 会考虑在风庆县投资 顾迪并没有往这桌上凑 他跟马恩博士父子坐在另一桌上随意聊着 马恩是个没心眼的人 跟这种人聊天 对顾迪来说是一种享受 等散了席 曾毅把一切安排妥当 这才过来找顾迪 问他 刚才看你跟马博士谈得很投机 怎么样 谈得如何 顾迪正在喝茶 他起身给曾毅拿了个杯子又说 我把投资的条件以及股权分别的情况 大致呢 都对那位马博士讲了讲 他没有什么意见 只要求有政府参股 实现他回报祖国的心愿就行 现在就差批文了 这得看你的咯 我在卫生部可是半点路子都没有 曾毅一点头 嗯 好的 明天 明天我去一趟京城 争取把这件事情搞定 顾迪知道曾毅在卫生部有路子 而且已经跟小戴威商量好了解决的方法 也就不再提这件事 他转而言道 莱福医药的调查有些进展了 哦 什么时候出结果啊 顾迪笑了笑 嗨 这方面你比我清楚 调查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复杂的就是结果 调查组在莱福医药查出了很多问题 这期间还有知情人匿名提供了很多线索和证据 里面牵扯了家通市的重要领导 省里也有人涉及其中 所以调查组的行动 虽然表面上是在按部就班 其实案底里已经暂时终止了 在等待省里的进一步指示 一时半会儿 我看很难有什么结果了 曾毅点了点头 对于莱福医药涉及的问题 他甚至比调查组还要清楚 一旦牵扯到市里的领导 就已经超出了调查组的权限范围 想要再往下查 就需要纪委和检察部门多方面力量来介入 徐立这段时间 在东江的行动有了很大成果 他拿到了很多来服医药的实质性证据 这些证据足以把周子军掀翻在地 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没有找到王荣彪的下落 曾毅已经让徐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监视梁成豪 王荣彪已经跑了 可不能让这个梁成豪再出现什么问题 他是个关键人物 要是梁成豪也消失了 针对来服医药的调查 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僵局 曾毅又问道 那这次你去京城吗 顾迪倒是很想去 跟着曾毅去京城 可以借机认识一下曾毅在京城的那些人脉关系 不过想了想之后 顾迪还是说 这次我就不去了 曾毅笑道 也罢 我走之后来服医药那边 你帮我盯着点 顾迪很痛快 笑着说 放心吧 这还用你吩咐啊 我早就看某些人不顺眼了 跟云海第一制药厂的王董事长 敲定了设立分厂的基础异象 又把马恩父子安置好 曾毅第二天就带着秘书刘响飞到了京城 下了飞机 刘响就说 曾县长 祝京班的同志已经在外卖等着了 是不是先到祝京班稍事休息 曾毅点了点头 就朝出口方向走去 这次他到京城属于是公务活动 所以没让大伙来接 走到出口 就听到有人高声喊道 曾县长 曾县长 抬头一看 见喊话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人 胳膊底下加了个皮包 不像是干部 倒像是个生意人 对方几步就来到曾义面前 脸上堆着灿烂无比的笑容 曾县长 我是咱们丰庆县驻京班的小高 昨天接到通知以后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就盼着曾县长您来了 曾义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提醒道 高主任 这里是机场 高主任的脸立刻一红 他已经发现周围有很多人都在看这边 在公众场所 他高声叫喊什么曾县长实在于太过于扎耳了 想不信别人注意都难呢 驻京班虽然远在京城 高主任对县里的情况却是一点也不陌生 曾义去了三下两下 就把土霸王葛世荣斗得靠边站 这让高主任很是吃惊 今天曾义来到京城 高主任自然是不敢怠慢 本想着卖力表现在曾义面前博个好印象 谁想一激动 竟然在公众场合高喊了起来 这可是个狠犯忌讳的事情 尤其是曾义还这么年轻 这高主任当时就惊了一身汗 赶紧把声音压低几分 曾县长 车子就在外面 您一路着车劳顿 咱们先到驻京班休息一下吧 好在曾义并没有过于追究 跟着高主任快步出了航站楼 丰庆县的驻京班 位于京城三环之内 藏在一条不宽的巷子里 是一座不起眼的五层小楼 外面挂着一块三星级宾馆的招牌 虽然外表有些破旧 但跪在地理位置优越 如今京城的三环之内 那可是寸土寸金呢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在京城这片地方 大大小小的驻京班 兴罗齐步 小道县 大道省 都在京城设有自己的驻京班 对外呢 都挂着宾馆 招待所 饭店的牌子 丰庆县的驻京班 成立的算是比较早 所以还在京城 站住了一块好地方 那些下手晚的地方政府 驻京班甚至被扔到了 四环 五环之外 在京城活动起来 实在不怎么方便 高主任急于弥补 在机场犯下的错误 等曾毅建了驻京班 就赶紧说 曾县长 您的房间 我安排在了五楼 虽然咱这个宾馆 看起来有些破旧 可五楼是新装修的 标准是五星级的 既干净又舒适 而且是专用电梯直达 没有允许外人是上不去的 非常清静 曾毅没有讲什么 各地的驻京班 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曾毅谈不上什么好感 但也不好反对 各地纷纷成立驻京班 很大程度也是行事所必 初衷也是为了给地方上 争取资金和项目 如果自己不主动来跑 那资金和项目就成别人的了 高主任领着曾毅 进了五楼的套间 又介绍着房间里的情况 24小时都有热水 冰箱里有各色小吃饮料 曾县长如果需要用饭 我们宾馆的厨房是有人值班的 保证让曾县长随时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曾毅咳嗽一声 打断了高主任的话 这次我到京城要办的事 包主任都通知你了吧 通知了通知了 我已经引摸清楚了 医用试剂的生产批文 是要到卫生部药监局去批 而且还要通过专家组的审核 我把这些年来积累的人脉梳理了一遍 联系上了一位在要监局工作的风情仙老乡 曾毅这才微微点头 主经办的工作就是在京城拓展人脉 方便县立领导来京城办事 不至于让领导办事的时候两眼一摸黑 处处遭碰壁 这个高主任刚才虽然犯了点小错 但本职工作还是挺到位的 曾毅就说 那就明天先去药监局 低下材料吧 好 我马上去安排 等高主任离开 刘响就给曾毅介绍说 老板 住经办的高主任 以前是咱们县机关食堂的大厨 当时不知道是从哪传的消息 说是高主任有个做厨师的师兄 在京城某重要部位里做菜 于是他就被调到了住经办工作 后来才知道 高主任那位师兄 其实并不在部位食堂工作 而是在京城一家有名的饭店做主厨 不过高主任在他这位师兄的帮忙下 还真给县里办成了两件事 所以就一直留在了住经办工作 两年前成了住经办的主任 曾毅无奈的摇了摇头 看来风庆县在京城也确实 没什么得力的人脉关系 否则这位高大厨师 也不会就做到住经办的主任了 厨师能办成事 道理其实很简单 这跟曾毅做大夫有些类似 曾毅在京城挂职锻炼期间 喜欢去王府饭店吃饭 那里就有一位大厨 因为给某位领导家做满月酒 受到了领导的高度肯定 从而育满京城 经常被一些领导请到家里去做酒席 同样也是人脉极广 但厨子毕竟不同于大夫 少吃一顿饭不会丢命 而错看一位大夫 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了 像高主任这样 能从厨师做到住经办主任的例子 还是很少见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 众人就出发前往药监局去递材料 在楼下做了登记 就进入药监局大楼 高主任拿出电话 曾县长 我先联系一下 高主任打了个电话 过了没多久 从楼上下来一位三十岁出头的人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走到近前听他说道 是丰庆县来的同志吧 高主任就笑着迎上去 您一定就是盟主任了吧 然后又伸手介绍曾义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风庆县的曾县长 文质彬彬的盟主任 握住曾义的手 既没有很热情 也没有很冷淡 只是说道 曾县长你好 就听高主任又说道 盟主任的老家 就在咱们风庆县的金马镇 当年读书的时候 就是权献有名的大才子啊 这句话让盟主任很是高兴 嘴上虽然在谦虚着 可神色明显好了一大截 曾义心想 这位高主任能够做上 驻京办的主任 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 至少说话办事 就比一般人强一些 盟主任客气了几句 随即脸色一素又说道 既然是咱们风庆县的事情 我自然会尽力帮忙的 不过丑话也得说在前面 我虽然是在局里工作 可是人为言轻 做不了任何的主 只能是帮忙跑个腿 指个道 让你们少走点冤枉路 曾义早就有了解决的办法 今天过来只是要把申请材料递上去 所以并不在意对方能够帮多少忙 只是地材料这么点小事 也不好麻烦别人代劳 还是自己亲自跑一趟比较好 当下曾义就说 盟主任肯帮忙 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就听盟主任说道 这样吧 你们先跟我到楼上去 看看注册司的张处长在不在 曾义又客气了一句 就跟在对方身后往楼上去了 找到张处长的办公室 就看到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 看样子也是来申请药品批文的 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的走廊上 大气儿也不敢喘一下 盟主任轻声说道 你们先等一下 我看看张处长在不在办公室 说着就抬手敲了敲张处长办公室的门 厅里面没有动静 又轻轻推开门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说道 哦 张处长不在 可能开会去了 要不先到我那坐一坐吧 曾义摆了摆手说道 既来之则安止 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见多了这种场面 曾义现在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每个部门里的那个重要岗位 大门永远都是那么难进 要是容易进了 就不是重要岗位了 自己要是因为这个生气发火 迟早也会给气死 厅身问了问其他几位的情况 都是来注册新药品的 曾义简单问了两句 也就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再多问 只是心里有些叹息 国内药品市场目前的混乱状况 跟药监局也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因为新药品的注册太过容易 才导致了许多像来福医药这样的企业出现 全球一年审批通过的新药 才不过几十种 甚至十几种 而咱们药监局 每年批准的所谓新药就高达几千个 如此高的通过率品质就可想而知 企业可以随时换名字 也可以随时换个包装 换个名字就把旧药又变成新药来生产 要起的犯错成本可以说是非常低 而且从长远来说 这种做法也对创新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等了有十来分钟 楼道上传来脚步声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捧着水杯走了过来 脸色很严肃 楼道上那些人赶紧就打着招呼 张处长你好 张处长 张处长 可是他们视线并不敢直视对方 那态度是千功至极 这位张处长只是鼻孔里哼了一声 好像并没有看到众人一样 挺着腰杆就往自己的办公室里去 那位盟主任此时上前打了个招呼 张处长 我是办公室的小盟 张处长这才停下脚步 捧着水杯看了盟主任一眼 脸上神态有些缓和 哦 又有什么新的通知吗 盟主任就笑着说 我老家来了几位同志 来第一份申请材料的 寻到我这儿来了 我说这事不归我管 要找张处长才能做主 可是老家的同志们没来过局里办过事 我怕他们在局里乱闯乱撞 就领他们过来来认个门 说这话这位盟主任上去接过张处长手里的茶杯 乐呵呵的捧在胸前 这位张处长见盟主任的话狠给自己长脸 低声哼了一下 嗯 那就进来说吧 盟主任拧着大伙进了办公室 张处长往办公桌前一坐 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模样 也没招呼大伙就坐 盟主任自然也不敢让他们坐 就陪着一起站在那儿 就见这位张处长坐在那喝了口茶 才说的 材料带来了吗 刘响就从公文包里掏出申请材料 双手放在张处长的办公桌上 哦 张处长 这是所有的材料 请您过目 这位张处长欠了欠身 故作凝重的往材料封皮上看了过去 结果只看了个标题 眉头就皱了起来 怎么又是这个检测试剂的申请啊 前段时间 潜州市那里就上上下下折腾了一番 考虑到这是一种新试剂 真假好坏以及效果都不可知 部里就没有批准潜州市的申请 怎么潜州市那边刚打了退堂鼓 这边又有一家冲了上来呢 张处长有些不愿意往下看了 反正看不看结果都一样 部里是绝不会批准这个事迹的 万一这事迹出了什么问题 责任谁来承担呢 闹出什么笑话就无法收拾了 蒙主任眼色很活 赶紧拿着张处长的杯子立刻又蓄了些热水 又说道 张处长 您是这方面的权威 您帮忙给审一审 碍于蒙主任的面子 张处长也不得不硬着头皮 翻开了这份申请材料 这位蒙主任其实不算是办公室的主任 甚至连副主任都不是 但是毕竟在办公室还管着一些事 也不好完全博了对方的面子 毕竟是在一个楼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只是翻到第一页 张处长就完全看不下去了 这份材料竟然是家通市封庆县递上来的 这不是乱弹琴吗 许部长经口一开 说是暂停家通市所有药品的注册申请 在这个风头上 自己怎么敢收封庆县的申请呢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这个小萌实在是太草率了 这件事虽然没有正式下文通知 可局里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难道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吗 张处长随手把材料一翻 总共不到一分钟 就啪的一声合住 这份材料我看了 你们带回去吧 蒙主任有些意外 张处长这是 不符合规定的格式 需要重做 张处长随口编了一个理由 只求把眼前的这些人打发走 许部长这回可是铁了心 要办几个不老实的药品企业 家通市是重点整治区域 在这个时候 张处长是不想再和家通市的任何人有任何的牵扯 以前他和来服医药的良辰好有一些来往 虽然问题不大 可此时要是被有心人盯住 也够他喝一壶的 张处长现在藏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主动的来沾惹家通市的人呢 增益不由微微皱眉 说道 张处长 如果我们做的不足 还请您指出来 我们好改正 增益并不知道许盛荣点名 暂停了家通市所有药品申请的事情 这种事也不可能正式下文通知 仅限于药监局负责审批的人知道罢了 刚才张处长随便搭眼一看 就说申请材料不符合格式 增益认为这是在故意刁难 张处长根本就没认真看 他自己都不知道哪不符合规定 怎么可能回答得出增益的问题呢 当下很不悦地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 也太不负责任了 这份材料全片都有问题 盟主任的表情当时就很不自然 要不是老家的县长亲自过来 他也不愿意帮这个忙的 但他觉得只要是自己出面了 无论如何张处长收下这份申请材料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又不是强逼着他立刻就批准这份申请 可是盟主任万万没有想到 如此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 张处长竟然拒绝了 丝毫没有给自己面子 这让他在家乡来客面前 很有些下不来台 盟主任强按住心中的不快 挤出一副笑容说道 张处长 地方上的同志对这方面政策不是很懂 要不您给点拨一下 曾毅并没有吭声 他已经看出来 这位张处长根本就是在无道理的乱说 驻京办的高主任上前帮了举枪 掏出烟递到张处长跟前 张处长啊 我们是头一次来有监局办事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多批评啊 这位张处长很不耐烦的一摆手 小萌啊 你也看到了 我这边的工作也很繁忙 外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同志在等着呢 总不能让我亲自帮他们来写这份材料吧 盟主任脸上表情不变 心里却说 姓张的 今天这事我记下了 总有你也求到我的那一天 咱们山不转水转 就听他又笑着说 是啊 张处长公务繁忙 确实也不该再给您添麻烦了 说着 盟主任就朝曾毅几个使了个眼色 准备让大家先跟自己出去 回头再想别的办法 曾毅却没有动 他对这位张处长的做派很不满 看着盟主任帮忙反倒吃了瘪 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 就斜瞥了张处长一眼又说 这份材料到底如何才算是符合规定 张处长总不能让我们到大街上 去问过路的人吧 张处长一听就生气了 曾毅这分明是在讽刺他推诿筛责呀 作为注册司专门审定材料的负责人 你都不知道材料有哪儿不符合规定吗 张处长气得一拍桌子 你想问谁 那是你的自由 收不收材料 是我的自由 依我看 就是要让你们这种地方上的土皇帝 多写上几遍神情 才能知道什么叫做规矩 曾毅看着张处长 心里也是有些火气 张处长 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你这是对基层同志的极大污蔑 也是对基层干部这个群体的严重抹黑 我完全可以到部里去投诉你 请 张处长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站起来单手插着腰指着办公室的门口 贺道 局领导就在楼上 那盟主任 领你过去吧 盟主任的脸可就更挂不住了 心说 姓张的你也太过分了吧 曾毅冷冷的撂下一句话 你会后悔的 然后扭头就往外走 今天这事办得真郁闷 事没办成 还连累从中帮忙的人 也跟着碰了钉子 盟主任一看就知道事情黄了 他准备去追增议 可心里也有些顾虑 就回头说 张处长 您看这事闹的 张处长反倒发起火来 你看看你再来都是些什么人 一点规矩都不懂 盟主任就把自己那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这是骂自己不懂规矩呢 自己要是再拿这热脸贴冷屁股 那就是犯贱了 他当下就转身离开 出门直追曾毅 就见曾毅出了门 拐弯就朝楼上去了 他还不信这个邪了 自己要是连地材料 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成 岂不是白在卫生系统混了这么久吗 你姓张的不收 我就直接找你的领导去 盟主任出来一看曾毅在架势 顿时头皮都炸了 我的天哪 那姓张的说的一点都没错呀 这个年轻的县长完全就是一点规矩都不懂 还真要上楼去找局领导投诉啊 这不是犯傻吗 盟主任一个机灵 急忙就小跑着跟上去 曾县长 可千万得拦住这个愣投青县长啊 要不然今天就得出什么大事了 后面的刘响和高主任 一看也是一阵头皮发麻 赶紧跟了上去 紧赶慢赶 就看着曾毅上了七楼 这可是局领导办公的楼层 盟主任急了 又喊道 曾县长快站住啊 那可不能去 话音未落 楼道里就拐过 两道人影 正好跟曾义打了个照面 顿时就僵在了那里 盟主任一看 当时这腿就一软 心说这运气怎么会这么差呀 这不正是许久没露面的局长吗 药监局的局长姓杨 叫做杨林吉 他早就听到了楼梯间的大呼小叫 再看后面几个人追的是鸡飞狗跳 顿时脸色一沉 喝道 行政区域里大呼小叫 想什么话 盟主任的腿这回可是真的软了 心里直后悔呀 早知如此就不应该答应这个事 先是得罪了张处长 现在又貌貌实实的被局长看到了眼里 要是一会儿这姓曾的再搞个什么投诉 自己可就成了领导眼镜里的事儿精 那领导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了 这盟主任赶紧靠在楼梯的一角把通道让出来 呃 局长 我 他抬头 眼巴巴的看着杨局长想着该怎么说 而这个时候 站在杨局长身边的人突然上前两步十分热情的握住了曾义的手 哎呀 曾助理 怎么是你啊 什么时候回到京城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我好去机场迎接呀 这一下把所有的人都弄懵了 眼光齐刷刷的看向曾义 就听曾义笑道 啊 我刚到的 没敢惊动张秘书你啊 原来 站在杨林吉身旁的这位 正是徐老身边那个半世稀里糊涂的张秘书 杨林吉仔细把曾义打量了一番 心说这个人是谁呀 还让徐老的秘书如此高看 他就问 张主任 这位是张秘书这才放开曾义的手 郑重其事的说道 杨局长啊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东江省风情县的县长曾义同志 在去东江之前 曾义同志担任京城医院的院长助理 就见杨林吉立刻展露笑颜 一把就握住曾义的手用力摇晃着 哎呀 久痒久痒啊 他已经知道这位是谁了 话说梁副部长老父亲脑流破裂 被京城医院抢救回来的事儿 卫生系统里可是人人皆知啊 谁不知道是那位院长助理 请来了有神手之称的黄天野呀 杨林吉一笑呵呵的说道 曾义同志 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 站在楼道里的盟主任一下子就愣住了 他没想到曾义原来还做过京城医院的院长助理 作为卫生系统的人 他很清楚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 属于卫生部直属的 是中央机关干部领导的保健基地呀 能够在那儿做院长助理的都不会是普通人 刘响跟住京办的高主任也很是吃惊 虽然早就知道曾县长以前在京城医院做过院长助理 但履历上也就写了是一个挂职断裂 一般挂职呢都属于摆设 谁想曾县长在京城的人脉会如此广大 随随便便都能碰到熟人 看杨林吉的态度 那位张秘书也绝不是位简单人物啊 住京办高主任的鬓角处不由浸出一丝冷汗 原来曾县长在卫生部有这么大能量啊 今天却跟着自己来递材料 这分明是要看一看自己这位住京办主任是否称职啊 还好自己今天没出什么大疲漏啊 否则就得又干回老本行喽 曾县跟杨林吉握着手下的说 杨局长您好 在京城医院工作的时候 周院长经常提起您对您赞配不已啊 杨林吉哈哈大笑 这个老周啊 京城医院的院长周耀明 长期担任卫生部医药评审专家组的专家 跟杨林吉这个药监局负责人平时接触的机会非常多 曾县这么讲完全没错 这一下就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张秘书最近的眼力劲可是大涨 瞧了瞧楼道这几个人的情况 就隐约猜到里面有事就说道 曾县长你今天到药监局来 这是啊县里引进了一个医用检测试剂的项目 今天过来是递交生产批文申请材料的 杨林吉就接话道 哎这么一件小事 曾亿同志怎么还亲自过来呢 你知会一生我让人搬了就是吗 张秘书也说 是啊 交给我办也是一样的 我常到这儿来给徐老取资料 顺手帮你一递就舍了 曾亿吓道 事情虽小可也是我的职责 可不敢懈怠呀 张秘书就问道 材料已经递过了吧 如果递了就跟我去见徐老吧 他最近可没少念叨你呀 说是还有几个问题 要跟你交流一下呢 曾亿吓了笑却没有回答 杨林吉的脸色就沉了下去 看曾亿的这个样子 他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当下不悦地问道 负责审核材料的是哪一个呀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曾亿见到了药监局的局长 杨林吉 不动声色之间 就把那个张处长给告了一状 杨林吉脸色沉了下去 很不悦地问道 负责审核材料的是哪一个呀 盟主任立刻就说道 是注册司的张处长 刚才我带着曾县长去过张处长那了 张处长看了材料 可因为忙就没有收曾县长的材料 有这样的机会 盟主任怎么能不报刚才的一见之仇啊 他可是狠狠地告了一状 杨林吉心里大怒啊 这不是给我捅娄子吗 曾亿到徐老那要是一抱怨 再让徐部长听了去 自己就免不了又得挨一顿讯呢 他当下就喝道 他到底在忙什么呢 难道比我这个做局长的还忙吗 刘响和高主任站在一旁 不敢乱说话 可看到这一幕心里也是感慨不已 看来在这机关大院里 还是一定要多栽花少种刺啊 否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栽了 训了两句 杨林吉又说 曾亿同志到我办公室做吧 你的这份材料啊 我亲自来处理 杨林吉可是给足了曾亿面子 没办法 曾亿可是救过梁副部长老父亲的命啊 又跟徐老交往甚密 这两位部长的老父亲夹在一块 那威力谁敢小看呢 曾亿推辞道 这不合适吧 杨局长公务繁忙 这么点小事 怎么可以来打扰您呢 杨林吉哈哈笑着说道 事情虽小 可也是职责内的事 不敢懈怠呀 他把曾亿刚才的话 居然又重复了一遍 张秘书这时候打了个圆场 是啊 既然来了 我看不如就到杨局长那儿喝杯茶嘛 杨局长可是一位品茶的大行家 有不少真品啊 杨局长啊 你不介意 我也跟着打打秋风吧 杨林吉转闻道 有棚子远方来 不亦悦乎 他兴致很好 抬手邀请道 来来来 请请请 曾亿客气了两句 也就答应下来 转身对盟主任又说道 盟主任 今天辛苦你了 这位盟主任赶紧就说 哎呀 棘手之劳而已 曾县长严重了 杨林吉这个时候也注意到了 就问道 你是办公室的小盟吧 盟主任忙不迭的点头 是啊 局长终于是看到自己了 他心脏的跳动都加快了几分 是 局长 我就是办公室的小盟 平时协助张主任做一些杂事 我老家是封庆县的 杨林吉微微点头 好 你就再辛苦一趟 去把封庆县同志们的事情办理一下 然后向我汇报结果 这位盟主任可是大喜啊 是 我马上去办 他从曾义手里抢过那份材料 又冲杨林吉灿烂的一笑 转身就小跑着往楼下去了 杨林吉再次邀请道 张主任 曾义同志 来来来 咱们到办公室再去 说完 杨林吉哈哈笑了两声 领着他们朝自己办公室的方向而去 再说盟主任 到了楼下 把腰板一挺 就进了张处长的办公室 那脸色 比起之前 可要严肃了很多 张处长 坐在办公椅里 正在看着另外一份 地以来的申请材料 大眼瞧了一下 说道 小盟啊 以后那样不懂规矩的人 还是要谨慎接触啊 盟主任反倒笑咪咪地 应了一声 是啊 张处长批评的是 随即把那份材料 往张处长面前一放又说 这份材料 还请张处长 立刻给办理一下吧 往材料的封皮上一看 这位张处长的脸色 就很不好看了 你这个姓盟的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什么意思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于是 张处长就很不客气地说道 我不是讲了吗 这份材料不符合规定 盟主任做出一副 为难的样子 哎呀 张处长的这句话 我也跟杨局长解释过了 可杨局长已经把这材料收了 吩咐我加急办理 我也不懂这里 到底是哪不合规定 要不张处长 您亲自过去 向杨局长解释一下 张处长手里的笔 可就掉在了桌子上 脸色瞬间惨白 他站起身了问道 杨 杨局长 把这份申请收了 是啊 哎呀 我也没有想到 那位曾县长竟然还认识 徐老身边的张主任 张处长脸色在变 自个儿今天可是闯大火了 谁能料到那位姓曾的县长 居然在部里有如此通天的关系 看到张处长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盟主任心里更是高兴 可又故意神神秘秘的说道 我听张主任讲啊 曾县长是以前京城医院的院长助理呢 张处长一下子就摊坐在椅子上 他很清楚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 盟主任又把那份材料往前推了一推 张处长 局长那边还等着我去回话呢 您看是不是抓紧时间办理一下 张处长这才回过神来 冲着盟主任笑了一眼 那笑的呀比哭还难看 然后就赶紧从抽屉里掏出一份登记表 对封庆县这份申请做了记录 又拿出大红的印戳 在申请材料的最后一页盖好 装进一份文件袋 小小盟 哎呀老盟啊 不盟主任啊 我这里的手续已经办好了 你去向局长回复的时候 麻烦再替我解释两句啊 这话已经在恳求了 张处长也不是个笨蛋呢 眼下形势比人强啊 自己如果不服个软 今天的事情会更麻烦 悔就悔 自己不该不给这姓盟的面子呀 就见着盟主任 把文件袋抓在手里 张处长放心 毕竟你也是公事公办嘛 说完他转过身 笑呵呵的出了办公室 张处长的两只手 不由捏紧成了拳头 这姓盟的摆明了 就是要落井下石啊 肯定是要狠狠的踩自己一脚啊 再说杨林吉 已经叫人去漆了一壶大红袍 闲聊了几句 话题回到增益这次申请的检测事迹上 等听明白增益的来意 杨林吉不由面露凝重之色 他没想到增益要办的居然是这件事 许盛荣部长最近在整治医药企业 重点针对的就是来福医药 已经明令暂停加通市一切医药企业的申请批准 但这并不是重点 增益跟许老关系亲密 又救过梁副部长的老父亲 就是停了加通市所有的申请 也不可能停了增益的这份申请 问题是增益审批的居然还是那个检测事迹 这种检测事迹目前在全球都没人生产 效果如何谁也说不准 万一出点差错 作为审批部门 那自己可就要负责任了 就听杨局长说的 增益同志 你的这份申请局里肯定是收下了 可实事求是的讲 新型检测实际要想通过怕是很难 这一点你要理解 涉及医药大师并不是我一个人就说了算的 杨林吉 这是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增益笑道 能够收下我们的申请 今天我的任务就算已经完成了 至于能不能通过 那还是要公事公办的 我不能再给杨局长添麻烦吗 杨林吉呵呵笑了两声 增益并不是卫生系统的外行 他明知这个东西很难通过 却跑来申请 而且听这话的意思 似乎对世纪的通过胸有成竹 这就叫人奇怪了 自己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都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让他通过 增益为什么能有如此信心呢 国内药品审批 就要换个新名字容易通过 倒是真正的新药反倒很难通过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行政部门的专业人才太少 外行领导内行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负责审批药品的人完全不懂医药 他连材料都看不懂 又怎么敢通过你的申请呢 而旧药就不一样了 配方剂量是早就确定下来的 疗效也是经过验证的 包括有什么副作用 那也是一清二楚的 批这种药毫无风险 也不用担什么责任 他们当然愿意批 在杨林吉的办公室聊了有二十多分钟 曾益和张秘书就起身告辞 他们也不太好打搅杨林吉的工作 出了药监局大楼 张秘书就说 曾县长事情已经办完了 要不就跟我去见徐老吧 曾益只好点点头 他回到京城 要拜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既然遇到了张秘书 那就先去看望一下徐老 顺便也拜访一下徐盛容部长 这次要不是徐部长帮忙 封庆县一改招标的事 自己是绝对无法收场的 曾益转身对刘响和高主任吩咐道 你们先回去吧 晚上派个人到王府饭店接我就行了 他已经跟杜若几个人约好了 晚上在王府饭店见面 看着曾益上了张秘书的车 高主任松了口气 转而向盟主任又打听 盟主任啊 张主任提到的这位徐老到底是谁呀 这盟主任嘿嘿一笑 嘿嘿 老高 你说卫生部有几个徐部长啊 高主任表情一临 他已经猜到是谁了 心说难怪杨林吉今天会如此客气呀 原来这位张秘书是徐部长父亲的秘书啊 盟主任又羡慕的说道 老高 加油干吧 你们的这位曾县长可不是普通人哪 好 我就不送二位了 等有空咱们再好好聚一聚 握手道别的时候 盟主任也是有力的摆了摆流响的胳膊 态度十分亲切 曾益身边的秘书 他可不敢小事 再说曾益 到了徐老家里的时候 徐老正坐在客厅的一张沙发上 看着资料 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 膝盖上还披了一张毛毯 他看得很是入神 手里抓着纸和笔 不时的划上几道 张秘书一进门 就向徐老说道 徐老 您看谁来了 徐老抬头一看 就笑出声来 哎哟 我让小张啊 到药监局 去帮我调几份材料 结果去了许久都不见回来 我还以为他迷路了呢 原来是遇到你了 嘿嘿 快坐吧 快坐吧 我这里正好有个问题 还要咨询你呢 说着 徐老把手里那张纸往前移地 来来来 你看看 我你的这个分量如何呀 曾益笑着走过去 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一位中药的伎谅 曾益是行家 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就问 徐老 您这是准备更正药点 徐老点了点头 摘下老花镜放在一旁 感慨地说道 哎 活到老 学到老啊 以前我对中医药不是很懂 可自从认识了你之后 反倒是开了眼界 前段时间翻出药点 发现我们对中药的管理 存在着很多不科学的地方 我如今也没事可做 总不能整天的六鸟养花吧 我就琢磨着 看看能不能再发挥点余热 改变一下中医药的多干尴尬局面 曾益 看着面前桌子上厚厚的检测报告 不禁有些肃然起敬 徐老一大把年纪了 眼花目眩 看这些材料已经很费劲了 他为了修改药点里的一些中药剂量 做在这儿逐字逐句的 勘验检测报告 校正每一个数据 这个工作可是非常繁琐的 很耗费精力 目前的药点之中 确实有很多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地方 比如父子细心 众所周知 它是有毒的 所以药点中明确规定 父子在一剂药方中的剂量 不得超过六克 细心则更低 不能超过三克 而事实上这么低的剂量 有时候是无法起到治疗效果的 就像曾益治疗乔老的伤食症 一味大黄的用量之大 这在药点中也是不允许的 很多时候 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 开出了药方 可患者到药房却抓不出药 因为剂量超了 从内心来讲 曾益并不觉得 徐老适合来做这件事 毕竟徐老是个外行啊 他怎么来定 都不可能做到最合理 这是中医自己的事情 由真正的中医来做 最合适 可是在目前的 医药行政管理体制下 徐老却是最有能力 改动药点的人 因为真正的中医 基本是不掌握话语权的 徐老靠在了沙发里 又说道 前段时间呢 美国药物管理局 批准了用三氧化二参 治疗某种癌症 而在我们的药点中 这却是明令禁止使用的大毒药 我最近翻了翻医书 发现其中有很多 使用P霜治病的一案 我听说 最早用P霜注射液 治疗癌症的 还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乡村老中医 曾毅点了点头 三氧化二参 就是我们俗称的P霜 毒性很强 以前确实有中医 用它来治疗白血病和癌症 后来这位中医被抓了起来 也就没人再敢用了 反倒是美国的一些科研机构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并且取得了成果 徐老叹息道 不能因为一味药有毒 就把它一棍子打死 美国人的时间告诉我们 只要加强管理 毒药也是可以变成救命良药的呀 曾毅再次点头 是啊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黑白 再好的人 不可能一辈子全做的都是好事 而再坏的人 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做一件好事 药也是这样 天生其物必有其用 所以古代医生才发明了 各种各样的药品炮制方法 目的也就在于要让药物发挥其正面作用 可惜的是 像徐老这样的明白人实在是太少了 到了下班的点 许盛荣部长回来 进屋看到曾毅也没有任何的诧异 而是微微笑道 小曾来了呀 曾毅站起来打了个招呼 徐部长好 坐吧坐吧 许盛荣抬手压了压把外套一摘 也过去坐下 又说道 老爷子 又看了一天材料吧 您得注意休息啊 徐老呵呵一笑 不妨是 今天跟小曾聊了大半天 收获不小啊 顶我看好几天材料呢 许盛荣拿起茶杯饮了几口 您老现在的任务是遗养 做事还是要适可而止 不能强求啊 徐老却不喜欢听这话 竖着眉毛说道 我整天跟那些鸟讲话 是不是就趁了你的心意了 说着 徐老拿起桌上那些材料 气哼哼的起身 进了书房 许盛荣也没追上去 对着曾毅无奈的笑道 哎呀 你看看 现在老爷子的脾气啊 是越来越大了 说也说不得了 许盛荣倒是明白 老爷子这是故意离开 给自己和曾毅两个人 腾出聊天的空间来 曾毅就说 老爷子身体挺硬朗的 心脏的老毛病也基本痊愈了 只要注意劳意结合就行 该注意的地方 我已经叮嘱过张秘书了 许盛荣点点头 啊 好啊 哎 对了最近你们风庆县的东京闹得可是很大嘛 曾毅吓道 我们没想闹那么大 奈何树欲尽而风不止啊 许盛荣又问道 听说有大批的制药企业到风庆县了 他对风庆县的政治斗争不关心 但似乎对药企集体到风庆县的事情很关心 眼神直直的盯着曾毅 眼底还藏着一丝神光 曾毅就说 是有这件事 不过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许盛荣转了一下手里的茶杯 啊 这么多的制药企业看好风庆县 这对风庆县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吗 使之东欲 收之丧鱼吗 曾毅坦然的说道 那些药企看好的未必就是我们风庆县 不过许部长说这是件好事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 许盛荣这时候不由笑了起来 放下茶杯指着曾毅说道 你呀 人不大 却是个十足的老狐狸啊 曾毅也笑了笑 什么也没有讲 有些事情只需议会就行了 不需要讲得太直白 大批的制药企业 跑去给风庆县捧场 如果真要认为那是奔着曾毅去的 可就大错特错了 曾毅 一不能把那些药企点食成金 二不能让那些老总升官发财 三也不是卫生部部长 医药企业的老总不至于 如此赶着到风庆县来捧曾毅的场 药企们大张旗鼓的到风庆县 甚至动静大的 都让许盛荣知道了 目的不过是要借风庆县 医改招标的事情 表达许久以来的不满 这些中规中矩的医药企业 对于目前低价招标的模式 早已经是非常不满了 他们不敢直接面对主管部门 就把增益往前推 支持增益 就是在抵制低价招标模式 这也是间接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谁也不愿意做一个庸碌无为的领导 尤其是官智部长一级 难道拼命爬到了这等高位 就是为了浑浑噩噩等的退休吗 许部长也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不求厌过留名 只求无愧于这个职位 要做大事 就避不开医保这个问题 这是关乎全体国民的事情 在卫生系统里 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 许胜荣早就想碰一碰这个问题 可又没有十足的理由和借口 这次封庆县的事情被媒体搞大 终于让他逮到了机会 所以增益把检测报告交给他的时候 他当即决定是一是谁 先打击违规黑心药企 再慢慢推导至医保招标的改革 这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众多医药企业的态度 也给他打了一剂强心劲 医药企业是卫生系统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现在这么多的制药企业 都对低价招标模式不满 自己顺水推舟一搞 非单不留遗憾 还能进一步加强在医药企业领域里的威信 许胜荣怕曾益不明白这些医药企业的真正用意 所以特意点了一下 没想到曾益同样看的是明明白白 难怪老爷子会常常提起曾益 说曾益年纪虽轻 但对卫生系统的事情看得非常透彻 许胜荣就换了个话题 这次到京城是有事情要办吧 曾益就说 县里引进了一个大项目 要生产一种新型的医用检测试剂 我来跑生产批纹 材料已经递到药监局去了 许胜荣有些意外 哦 可是前周市争取过的那个项目 曾益点点头 就是这个项目 许胜荣的神色也稍微凝重了几分 哦 那个专利的拥有人 好像还是老爷子过去的学生吧 我记得好像是姓马 曾经到家里来过 许胜荣这是在提醒曾益 这个项目可不好通过呀 就连自家老爷子也选择了回避嘛 曾益也不瞒他 许部长 这个项目是由我们风庆仙 江波医药和呆委医学基金联合投资的 前景很好 许胜荣又是稍露意外之色 随即就笑了起来 心说 这个增益可真能折腾啊 竟然把呆委医学基金也拉了进去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世纪的批文就很好解决了 呆委医学基金 在世界医药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小呆委本身还是世卫组织的干事呢 呆委医学基金要是决心推广这种事迹 阻力就会变得很小 许胜荣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又说 晚饭就在家里吃吧 曾益赶紧道 就不打扰了 我刚才正准备要走呢 许胜荣一听也就没再坚持挽留 也罢 你看到京城 想必要忙的事情还很多 许胜荣是知道曾益跟宅家关系的 曾益回到京城也肯定要去宅家 他怕耽搁了这事 所以也不敢强留 曾益又跟许胜荣聊了几句别的 到书房跟徐老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离开了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人为首治病救人 为官得在先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从许胜荣部长家出来 路过龙清泉家里的时候 曾益特意停下来看了看 这次龙家的门是开着的 可院子里空空如也 曾益在那看了许久 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正要离开 一辆黑色轿车从外面驶了进来 停在了龙家的门口 然后就看到龙美心的母亲 罗锦鱼从里面走了出来 坐进车子以后 匆匆离开了天和园 曾益跟到门口 发现汽车是朝西山的方向去了 曾益在门口停留一会儿 然后调转方向 朝王府饭店而去 到了饭店门口 刚下车 饭店那位官总就迎了出来 上前说道 哎呀 曾县长 您可是很久都没有光顾我这小店了 曾益笑呵呵的说道 我倒是想来啊可分身乏术啊 什么时候官总到我们风庆县设立了分店 我肯定会天天光顾 官总哈哈大笑道 哈哈 就从曾县长这句话 今天晚上的酒水啊 我负责了 您一定得多喝几杯才是 说着话 官总就领着曾益往里面走 一边走一边说 杜老板 孟处长 还有那位潘大神医都已经到了 我安排他们几位啊在里面品茶呢 曾益笑道 哦 这么说 我今天又迟到了呀 哎 曾县长还不是最晚的 罗绍还没到呢 曾益哈哈一笑 罗绍就是罗海涛了 这小子办事不着调 这会儿还指不定在哪呢 穿过一扇拱门 迎面走来两位中年男子 前面那一位双手正抄在背后 挺着腰杆 躲着方部 一脸的傲慢 而跟在后面那位呢 则是一脸热切 不住的说着些好听的话 曾益有些意外 前面那位神似傲然的不是别人 正是被打伤了第三条腿的孙有胜 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 自己每次到京城 总能碰到这个讨厌的家伙 孙有胜对身边的人爱搭不理的样子 正抬着下巴往前走呢 就一下子看到了曾益 当时脸色一变 随即脚步都有些慌乱 他猛的后退一大步 然后又往前迈了很小的两步 看样子好像是要逃跑 可又觉得逃跑丢人 所以硬着头皮往前走 可是胆气窃 脚下也顿时变得绵软无力 曾益笑咪咪地看着对方 孙举 看到老朋友也舍不得打个招呼嘛 既然正面碰上了曾益 可不介意跟孙有胜打个招呼 何况孙有胜这小子眼下 终于是知道怕了 刚才那一丝慌乱 就把他的内心暴露无遗 孙有胜抄在身后的双手 就放了下来 硬着头皮跟曾益打了个招呼 是曾县长啊 孙举也来这吃饭呢 一会儿我过去敬你两倍 曾益也不愿意跟孙有胜多话 扔下这句就准备走 孙有胜干巴巴地挤出个笑脸 你远来是客 应该我过去敬你才是 等曾益和关总走远了 孙有胜的表情明显是轻松了一大截 回头看到自己身后的人 正一脸纳闷地看着曾益的背影 孙有胜就恨恨地一咳嗽 双手重新抄在背后往前面夺去 后面那人则再次紧紧跟上 好听的话接着说 只是心里有些愤愤不平 你姓孙有胜的嚣张 你姓孙的嚣张什么呀 刚才你看到那位曾县长 不立刻就跟乖孙的一般吗 这真是奇怪呀 孙有胜怎么会如此惧怕一位县长呢 不应该呀 走出去好几步 孙有胜突然又站住脚步 回身张口想喊些什么 最后却没有出声 曾益又问关总 孙局现在干什么呢 他已经不在房管局了 现在调到了电网工作 负责东部地区的电力入网审批 也是个实权位置 刚才跟在孙少后面的是某市的市长 他们是要建一座电厂 正在争取入网许可呢 曾益微微一点头 心想 孙有胜在房管局闹出那么大的笑话 换作是普通官员 他是已经身败名裂了 可孙有胜调离房管局之后 手里掌握的权力反倒更大了 看来有个好背景确实很重要啊 天大的娄子也能照得住 不过 也有你再大背景都照不住的事情 比如孙有胜的第三条腿 那是结结实实的废了 到了订好的房间 杜若 孟群生 潘宝进 正在那闲聊呢 三个人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 性格也各不相同 没想到竟然也能聊得火热 看到曾益 三人就站起身来 笑着说 哎呀 可算把你等到了 我们正商量着 怎么罚你呢 曾益呵呵笑道 就不劳各位费神了 我就自罚三杯吧 他朝几位拱了拱手 打着招呼 杜若不着急罚曾益的酒 他知道曾益是个比较守时的人 今天迟到肯定另有原因 就问道 怎么 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顺利 曾益摆摆手 挺顺利的 遇到了一位老同志的秘书 把我叫了过去 耽误了一点时间 众人也就不再追问 曾益认识的老领导 实在太多 个个都不同反响 大伙并不方便去问 只是心里有些羡慕罢了 罗海涛是个美谱的人 所以大家也不等他 入席喝过了开杯酒 几个人就在那随意寒暄 曾益此时问杜若 杜大哥最近如何 工作都还顺心吧 杜若哈哈一笑 揉着肚皮说 哈哈顺心倒是顺心 就是太清闲了 没什么大案子操办呢 曾益笑了笑 杜若这话说得轻松 其实是有些着急 他虽说是在部里站稳脚跟了 但如果不办几个像样的大案子 那资历终归是要差那么一点 可经济类的大案子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杜若也只能是干着急 孟群生也是有些抱怨的说道 我最近呢 那倒是经手了几个项目 可惜那都是别人的项目 显然 孟群生也觉得工作有些太平淡了 可这话要是让那些跑项目的人听到 不知道会怎么想 他们可是把腿都快跑断了 而潘宝进则是摇着头说道 你们就知足吧 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 就是怕出大事判大案 那可真是要命啊 众人哈哈大笑 潘宝进是大名鼎鼎的保健局专家 他的工作还真是不能出大事办大案 一定是要越太平越好 酒过三旬 罗海涛跑了过来 进门就说 对不住 对不住 各位大哥 小弟我迟到了 在酒桌前站定 罗海涛一脸的郁闷 我家里出了点事 我这还是偷着跑出来的呢 今天我真是不能喝酒 一会儿还得赶回去 请几位大哥多多包涵呢 曾毅心里猛然移动 刚才在天和园 他就看到罗锦鱼 匆匆忙忙往西山的方向去了 当时就觉得不怎么妙 现在听了罗海涛的话 曾毅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感觉 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这几个人其实都是把罗海涛当小孩子看的 他今天晚上来不来 其实大伙并不在意 所以也并不为难他 罗海涛往椅子里一坐 就说道 你们知道我刚才遇见谁了吗 几个人就笑呵呵的看着罗海涛 并没有主动询问 罗海涛等了半天 却没人开口 自己反倒憋不住了 嘿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孙有声了 杜若和孟群生是知道孙有声的 而潘宝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他纳闷的看着罗海涛 不知道他提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罗海涛一脸戏谑的笑意 孙有声这孙子太有意思了 话刚开始 他自己先忍不住笑了好半天 最后收住笑声又说道 上回呀 他被周震培走进了医院 大伙都说孙有声的子孙根被踹坏了 这家伙为了辟谣 现在出来喝酒吃饭呢 只要有外人在场 必然要给自己找美女做陪 一个都不行 必须得两个以上 罗海涛讲到一半再次笑的前仰后合 最后又说道 哎呀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以前孙有声可是最会装孙子的 每次喝酒吃饭 都是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结果呢 不动声色就把周震培的墙角给撬了 如今他是想撬也撬不动了 没了金刚钻 有心无力呢 讲完 罗海涛又笑了起来 哎呀 不行了不行了 我现在只要一提起孙有声 就会笑得肚子疼 在座的几位 齐齐摇头 这罗海涛 果然是小孩子心性 一点也不沉稳 不过 那个孙有声也是够悲剧啊 现在估计早就成了四九成里的大笑话 杜若倒是追问了一句 那周震培呢 嗨 他哪敢还待在京城啊 躲进了大山 去守基地仓库去了 他这次闯的祸可是不小 连他爸都受了牵扯 幸亏有老邱家关照 否则我看老周也得去守藏库 罗海涛一边说着就打亮了一眼坐在旁边跟没事人一样的增议 心想 增议不出手是不出手 可一出手就真够厉害的 罗海涛是这一系列事件的见证人 非常了解内幕 当时邱大军故意触怒增议的逆临 周震培和孙有胜就是帮凶 可一眨眼的功夫 两个人一个被发配 一个成了所谓伤残人士 今后谁要是再敢打增议的主意 那就得掂量掂量后果了 只是这两个人虽然都倒了煤 可那个邱大军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要收拾邱大军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可是跟翟浩辉一样的人物 谁要是敢动翟浩辉一根汗毛 你看看后果会是什么 罗海涛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是真为龙美心叫不平 不管跟谁也比跟邱大军强啊 只是这种事情在四九城的大家族里 实在是太普遍了 甚至罗海涛父母那一辈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有了罗海涛的开始 大家就谈着最近京城里的一些奇闻异事 气氛倒是很好 饭局快结束的时候 罗海涛电话响了 拿起一听 就听到里面传来罗刚勇的声音 臭小子 到哪儿归婚去了 给我马上滚回来 罗海涛捂着电话赶紧说 马上回 马上回 然后就赶紧挂了电话 七位哥哥 对不住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我们家老爷子发火了 曾毅就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否则 罗刚勇是不会要求罗海涛必须待在家里的 以前罗刚勇还觉得罗海涛性格太嫩 没能融进京城的公子圈 一直鼓励罗海涛多出去跟人交际呢 只是涉及罗家的事情 曾毅不好问 而且罗海涛不讲 曾毅就更不好开这个口了 罗海涛客气了两句 抓起外套就出了房间 形色匆匆的消失了 众人又喝了两轮 今天的接风宴就算结束了 临走的时候 曾毅故意往后拖了拖 向潘宝进问道 潘大哥 刚才我一直都没顾上问 最近你工作还顺利吧 潘宝进一愣 随即说 挺好 挺好的 在曾毅的牵线帮忙下 潘宝进成功争取到了保健局副局长的位子 负责一些中央首长的保健 出于工作性质的原因 他出言很谨慎 什么口风也没透露 只是心里有些纳闷 曾毅这么一问 到底是要向自己打听哪位首长的身体状况呢 潘宝进倒不是故意应付曾毅 实在是曾毅这句没头没尾的话 让他猜不出意图来 曾毅也没有追问 他想问的其实是邱大军的情况 上次曾毅就看出邱大军的气色不对 体内潜伏着很大的毛病 潘宝进是邱老的专职保健医生 如果邱大军的病真的发作 那潘宝进肯定是第一个要头疼的人 现在潘宝进却说挺好 那也就是说邱大军的身体没有问题 这让曾毅有些诧异 难道上回自己是在盛怒之下看走眼了吗 王府饭店的门口 刘响和那位高主任正站在那儿翘首以盼 眼睛直直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 生怕会错过了曾毅 曾毅出来的时候 高主任立刻就发现了 他急急往前走了两步 突然眼睛就瞪大了 那个走在曾毅前面的中年男子 怎么跟发改委的梦处长如此相像呢 高主任这个驻京办的主任 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扩展人脉 对于京城各个部委实权领导的资料 他都是有过研究的 对于孟群生这个重中之重 高主任可是印象很深呢 只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连发改委的一个小小的科员都联络不到 更别提跟孟群生这样的实权人物 攀上交情了 今天在这儿突然看到孟群生和曾毅 谈笑风声走出饭店 高主任着实震惊不已 那孟群生是谁呀 就是到了东江省 省长书记那都得亲自过来 陪着喝上一杯的 没想到竟然跟曾县长的交情如此之深 看这几位的驾驶就知道 这是给曾县长接风洗尘呢 只是不知道另外两位又是什么来头 高主任想到这儿突然脚下一半 差点把自己给摔倒了 他吃惊得有些手足无措 在饭店门口 杜若哈哈一笑 啊 多余的话我就不讲了 有啥需要出力的地方 千万别跟我客气 不然我会不高兴的 然后在曾毅肩膀上重重一拍 就准备登车离开 孟群生也说 去看老爷子的时候 记得通知我一声 我也很久没有去看老爷子了 孟群生所说的老爷子 指的就是乔老 平时不过年不过节 又没什么大事的话 他是没办法常往乔老那儿去的 曾县来京城肯定要去探望一下乔老 孟群生当然也想趁这个机会 去乔老那儿露个脸 潘宝进则是矜持的笑了笑 要力气没力气 要背景没背景 他也实在帮不上曾毅什么忙 所以就干脆不讲那些虚的 送走这三位 高主任和刘响这才敢走了过来 有些紧张的请示道 曾县长 现在回去嘛 曾毅点了点头 高主任立刻招手 让司机把汽车开过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饭店的关总匆匆忙忙 从里面跑了出来 看到曾毅就说 曾县长请留步留步 曾毅回头看着关总笑道 哎呀关总啊 我记得账可是结了呀 你这个样子 倒叫人以为我是吃了霸王餐呢 关总哈哈一笑 曾县长开玩笑了 您能在我这儿用饭 那是小店的光荣 您这要在我这儿吃上一年半载 那我是祖上烧高香了 曾毅见关总这副样子 想着可能是有事情 就抬腿迈步 跟着往旁边躲了几步 关总就说 曾县长 我要是说了 您别生气啊 您也知道 我就是开店做生意的 谁也不敢得罪 客人有要求呢 就得尽量满足 曾毅见关总吞吞吐吐 关总尽管说就是了 刚才呢 孙有胜把我叫了过去 叫我务必把您留住 看样子应该是有事要跟你讲 曾毅眉头微微一皱 孙有胜这个家伙 难道又想耍什么花招吗 他也懒得搭理 你孙有胜让我留下 我就得留下呀 那成什么事了 只是看关总这副样子 曾毅也不想为难他 就说道 既然这样 就让他到封庆县的 住京办案来找我吧 关总是知道 两人之间有过节的 曾毅能给这么一句话 自己也可以去 向孙有胜交差 当下就说 也好也好 我这里乱哄哄的 也不是个商量事的地方 一会儿我就告诉他 说完这事 曾毅也不再耽搁 转身朝汽车走去 高主任那边 早已经拉开了车门 反倒让刘响这位秘书 无事可做了 车子刚走 孙有胜就从饭店里走了出来 感情刚才 他就在门后面站着呢 孙有胜背着手 站在那儿 明知故问道 关总 曾县长走了 那关总赶紧说 曾县长今天晚上喝的有点高了 就先回封庆县驻经办去休息了 他说改天再请孙少您过去坐坐 孙有胜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什么 关总这话说的客气 可他知道 曾毅肯定不是这么对关总说的 曾毅会请自己到封庆县驻经办去坐坐 那根本就是吃人说梦 这话孙有胜是绝对不会信的 曾毅这是要让自己上门去恭请啊 不过有了这个回话 孙有胜也很满意 谁让他现在有求于曾毅呢 从京城医院出来以后 孙有胜就发现自己那里不中用了 这段时间他找了不少名医 中西医的办法都是了 可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个时候他就只好寄希望于曾毅这位大神医了 虽然他心里很恨曾毅 可不可否认曾毅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一名大夫了 不过两个人之间的梁子有多深 孙有胜也是清楚的 他知道自己贸然去恳请曾毅 结果多半是被拒之门外 所以就先让关总去试试曾毅的口风 想看看曾毅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关总这么一问 孙有胜心里就有底了 曾毅跟以前一样 照样是不待见自己 可也没有完全关上这扇门 如果自己能够拿出足够的诚心诚意来 相信还是有请曾毅出手的可能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第二天一早 曾毅就去山上看望宅老 到了地方就见宅家的保姆 正在门前逗着小千高学走路呢 小孩子长得非常快 几个月不见 宅千高就长大了不少 曾毅离开京城的时候 宅千高连翻身都不会呢 如今却已经爬得很利索了 甚至都能自己站起来 只是走得还不太顺畅 张杰雄 张杰雄站在一旁 依然是那副冰冷的脸 盯着小孩子和保姆 看到曾毅过来 张杰雄也只是点了一下头 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 但眼神里分明闪烁了一下热切的神色 随即把手一抬 请曾毅到屋里去坐 曾毅笑呵呵走过去 伸手斗了斗 宅千高 这小家伙没什么记忆力 早就把曾毅给忘了 但看到曾毅斗自己 居然还很兴奋的跳了跳 差点摔倒 保姆见有客人来 就抱着孩子到楼上去了 曾毅跟着张杰雄到里面坐下 左右打亮了一下问道 老爷子不在 以往这个时候 宅老已经是晨练归来 坐在客厅的堂椅里面 喝茶 看军情内餐 今天却没有见到人 就听张杰雄说道 我去叫人给你弄早饭 然后转身准备去厨房 而此时 楼梯间传来一阵脚步声 就见宅老缓缓地躲了下来 脸上却看不出有任何疲惫之色 只是神色间有些凝重 看到曾毅 宅老突然眉头一抬 声音依旧是那么红亮 哈哈笑道 你这个小王八蛋哪 什么时候回来的 曾毅站起来 我刚到的 坐坐 宅老的兴致 似乎一下子好了起来 这肚子咕咕叫 搞得叫也睡不好 你早饭没吃的话 正好陪我吃点 曾毅呵呵呵一笑也说 肚子咕咕叫 我就是来蹭吃蹭喝的 宅老哈哈笑着 就朝饭厅走了过去 一边走一边说 杰雄啊 叫人赶紧上饭 饿死老子了 张杰雄立刻就去了 心想 这也就是曾毅来了 宅老才会说 这么不着调的话 吃饭的时候 曾毅很认真地提了一句 宅老 您得注意身体 要多休息 从气色上看 宅老确实有些 心力焦脆的迹象 可见他近期都处于 很疲惫的状态 宅老加了一块子小菜 喝着粥倒进嘴里 慢慢咀嚼了半天 等咽下去以后 才说到 确实是老浪 以前扛枪打仗那会儿 能够三天三夜不睡觉 昼夜连续急行军两百里 现在稍微动弹一下 就觉得精力不济咯 曾毅也就没再说什么 像宅老这样的人 就算退下来了 注定也是终日操劳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 不如从前 精力不济 已经是很好的现象了 有了这种意识 人就会慢慢调整自己的身体 到休养状态 到了宅老这个年纪 最怕的反倒是那种 不肯扶老 还想大干 特干五百年的想法 有那种想法的人都不会长寿的 至于宅老最近忙些什么 曾毅并不关心 那也不是他能操心的事情 忽听宅老问了一句 南疆的疗养院建好了 曾毅就点了点头 好了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 疗养基地的落成仪式 还见到了乔老跟徐老 过完这个年 乔老就会迁到南疆去住了 宅老拿起碗 呼噜呼噜 挤一下把碗里剩下的西州喝完 然后放下筷子 拿起毛巾抹了抹嘴 哎 真羡慕老乔啊 随时都能拍拍屁股走人 在这一刻 宅老完全不像是一位 威名赫赫的老将军 和其他年迈老人一样 在经历人事沧桑之后 宅老也有着一种反谱归真 回归平淡的渴求 只是这对于宅老来说 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乔老可以轻松卸下所有的担子 但宅老却不行 军队里那种独特的忠诚文化 注定了将军是永无卸甲归田之日的 越是威信高的将军就越是如此 哪怕是身在田间 老将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想到这儿 曾毅突然有点明白 徐大炮徐老去南疆的另外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南疆的大军区 要有很大的人员调整 在这种时候 必须得有一位威信极高的老将军 亲自压阵 宅老放下毛巾 问曾毅道 在东江的工作如何呀 曾毅就说 千头万须 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呢 宅老反倒微微点了点头 嗯 做事最忌讳就是浮躁 你能够做到沉稳这一点 我很欣慰 宅老知道 曾毅这次去东江 有试点民营经济改革的任务在身 他对经济不懂 但也知道 在现在的大体制大环境下 任何突破性的改革 都是非常困难的 找不准切入点的话 往往会反惹一身骚 曾毅能够沉下心来 不疾不虚的做事 这点改变 令宅老非常高兴 吃完饭 两个人回到客厅 宅老按照习惯 又坐到自己那张老糖衣里 随手抓起了一旁的茶杯 而张杰雄此时走上来 俯身在宅老的耳边 低声讲了几句 宅老只是沉稳的一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随后虎目中金光一闪 沉声说道 被车 张杰雄就立刻转身出去了 不带一会儿功夫 就听到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 宅老放下茶杯站起来 整理了一下行装 腰板挺直的朝门口走去 脚下一阵虎虎生风 在这一刻 宅老又成了一位 威风凛凛的老将军 或许他的普通人的一面 也只有曾义才见过吧 走到门口 张杰雄已经肃立一旁等着了 宅老此时突然想起 曾义还在 他站住脚 身子微微侧过一点 问道 曾义 你有别的事情要讲吗 曾义立刻就说 没有 就是回来看看你 宅老点了点头 嗯 那你就在家里歇着吧 说完 宅老就在张杰雄的护送下 坐上了家里那辆老红旗 朝山下驶去 曾义站在门口 目送汽车消失 心里不禁好一阵疑惑 既然宅老不在家 曾义也就不在山上待了 他返回客厅 喝完自己那一杯茶 然后就下山去了 刚回到住京办 坐下来还没来得及歇息一会儿 曾义的电话就响了 电话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是风庆县的曾县长吗 是我 请问您是哪位 电话里的声音就立刻热情了很多 曾县长你好 我是梁部长的秘书黄晓天 以前我们见过的 曾义就想起来是谁了 之前梁斌的父亲在京城医院住宴 自己就见过这位黄秘书 只是没说过话 曾义就说 黄秘书你好啊 就听黄晓天说的 是这样 梁部长想见一见你 曾义一愣 现在就过去吗 电话里传来黄晓天翻动记事本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说 今天下午四点梁部长有空 你看能过来吗 曾义就给了句啃话 好 下午准时到 辛苦黄秘书了 哪里 分内工作而已 我就按照这个来安排了 今下午四点 我在部里 静候曾县长 黄晓天说的非常客气 他堂堂一位部长的秘书 按说是不会对一个小小县长如此客气的 可曾义不同啊 那是梁老爷子的救命恩人啊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曾义准时到达了卫生部 在梁宾办公室的外面坐了一会儿 之前在里面汇报工作的人出来了 黄晓天赶紧请曾义进去 曾义看了一下时间 离四点整只差一分半 越是级别高的领导 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加准确 这也越是显示出秘书的办事能力 好的秘书 一般能把领导每一项日程安排的时间 卡得恰如其分 甚至可以用秒来计算 这也需要很深的功力 更需要对领导平时的会谈习惯 有很强的把握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办公室 自然不是下面地线级领导的办公室能比的 宽敞肃静 大气内敛 就连室内的光线亮度 似乎也是经过计算一般 梁宾正坐在办公椅里 端着茶杯 大口喝着茶 等放下杯子就说道 曾义坐 曾义笑了笑 左右看了看 就坐在一张位置较尽的沙发上 黄小天送上一杯水 就退了出去 梁宾呵呵笑着 到了我这里 不要拘束 咱们又不是第一次才见面 这京城医院的神医 一转眼就成了年轻有为的一线之掌 小曾 你还是为多面熟 真没看出来啊 说着话 梁宾伸手摸到桌上的打火机 啪的一声打着 又点上了一颗烟 曾义就说 组织需要我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当县长 我也是大姑娘上教 头一回 梁宾抽了口烟 把烟夹住又说道 风清仙医保招标的事情 布领导也一直在关注 今天把你叫过来 就是想听听 你这位当事人的想法 你不必有什么顾虑 尽管畅所欲言 曾义就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在卫生系统工作过 对这个领域并不陌生 既然看到了有错误存在 自然就需要改正 梁宾微微点头 坐在那凝似了许久 又谈了谈烟灰 对于医保这个事情 你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哪种模式 更适合我们的国情啊 曾义有些意外 不明白梁宾 为什么会突然问自己 这个问题 对于医保这个事 曾义并不是没有思考过 甚至他比任何人 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但思考过后的结论 就是没有结论 世界上没有一种医保模式 是专门为某个国家而生的 也没有某个国家 就一定只适合搞某种模式 就连号称医疗制度 最为健全的美国 也在搞新医改 可见没有一种医保模式 是能够让众口称赞 人人满意的 医保问题 说到底 就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 找一种权衡 如果倾向于公平 就会导致效率低下 而倾向于效率的话 就会导致公平度下降 就比如 有一个人生病了 拿萝卜也能治 用人参也能治 如果是采用公平模式 那就只能全部都使用萝卜来治疗 因为人参就那么多 使用人参根本无法满足 每个人的需要 财力也无法承担 不用人参了 无疑是降低了效率 因为萝卜的药效 肯定无法跟人参比呀 而与此同时 有些财力雄厚的人 明明是有能力选择 拿人参治疗的 可他们的需求 无形中被压制了 如果是采用效率模式 则只能全部使用人参来治疗 人参的疗效快 利润大 这是显而易见的 出于效益和利益方面的考虑 人参绝对是最佳选择 如此一来 萝卜自然就没人去生产了 那财力雄厚的人使用人参 财力不雄厚的 也被迫使用人参 而那些用不起人参的穷人 则被排除在了效率模式之外 很久以前 我们曾经采用的合作医疗模式 属于是公平模式 也就是赤脚医生的时代 我们用世界医保 投入均值的2% 就实现了全民医保 把国人平均寿命从34岁提升到70岁 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功案例 但不可否认的是 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模式 一根银针治百病 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而美国所采用的则是效率模式 成就同样很辉煌 它催生了一大批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研究机构 最具实力的医院 最具权威的医学院校 但同样必须正视的是 美国的医疗成本是全球最高的 同时 美国的医保覆盖率是全球最低的 收入低的那部分人 被这种高效率模式淘汰了 还有一种模式 介于两者之间 就是所谓的高福利模式 既想做到最大程度的公平 又想人人都用上人身 但羊毛注定是出在羊身上的 这种模式能维持多久 是很难讲的 其实要解决医保的问题也很简单 政府做好基础医疗保障 确保每个人生病的时候 都能有萝卜来治病 这就可以做到病有所医 而与此同时 又必须坚决支持和鼓励 更高一层医疗体系的发展 让那些有能力 用人身的人 能用得上人身 这话说起来容易 可要真正解决 却又非常难 把医保这个问题 放入整个社会之后 简单的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 已经不简单是公平 还是效率之间的权衡 而更多是利益之间的取舍 其次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那就是人心 在疾病面前 谁不享用最好的人身呢 没有哪一个政府 敢完全无视人心 作为执政者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得定义 自己所要的公平 是什么样的公平 而我们的医保之所以 现在问题会如此严重 追根到底 是我们在应该追求公平的环节 却追求了效率 而反过来 在应该追求效率的环节 却追求了公平 导致医疗资源的分配 严重失衡 抗全民之楷 却只服务了一小部分人 曾毅对于这个问题 想得非常深入 只是不能对梁斌直言相告 思索了片刻 他就说 梁部长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回答不了 不过我觉得 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模式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就是对人民负责 梁斌呵呵一笑 心想 曾毅这个家伙很精明啊 表面上看 好像是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 那就是我们目前的模式需要改革 变动了 梁斌也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说道 这次封庆县医保招标 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的确令人深思 有一些问题 也需要立刻改正 有一些问题呢 则是需要我们未雨绸缪 我和徐部长研究之后 有意在丰庆县 搞一个医保方案改革的试点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想法呀 曾毅再次感到意外 梁斌今天把自己叫来 竟然是要说这件事啊 这确实是出人意料 不过曾毅立刻表示道 只要不领导支持 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 虽然事先毫无准备 但曾毅还是毫不犹豫 就把这件事揽下来了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 不仅立于封庆县 也立于更多的人 好 既然你如此有信心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会亲自到封庆县 去宣布这个消息 为你们受牌 等梁斌下班之后 曾毅跟着去看望了一下梁老 给梁老又做了一个详细的复诊 吃过晚饭 曾毅返回了住京办 下车的时候 曾毅在住京办门口的暗处 发现停着一辆车 车子熄了火 也没亮灯 可迈上台阶的时候 曾毅就发现 汽车呢 有人影晃动了一下 曾毅并没有在意 住京办嘛 对外挂的是宾馆的招牌 人来人往 可能是住店的客人吧 走进大厅 高主任和刘响 正在客人休息的沙发上坐着喝茶 等着曾毅回来 见曾毅回来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站起身来 曾县长 他们也听送曾毅去的司机说 曾毅今天去见的是卫生部的梁副部长 而且还受梁副部长的邀请 吃了晚饭 两个人这才明白 昨天在药监局 杨林吉为什么会对曾毅那么客气 曾毅随口问了一句 还没有休息啊 时间还早 我们看看曾县长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那位高主任抢先笑着回答 曾毅就说 我没有别的安排了 你去休息吧 刘响 你跟我上来一趟 刘响答应一声 跟着曾毅朝一旁的电梯走去 高主任一直送到电梯门口 等电梯门合上 他脸上不由露出一些失望的神情 心想 想争取一个为曾县长效力跑腿的机会 还真是不容易啊 回到房间 曾毅对刘响安排道 明天一早 你就返回县里 去协助包主任 做好接待准备 卫生部的梁副部长 过几天要到县里去 等具体的行程落实下来 我会再通知你们 刘响赶紧把这件事记了下来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 立临风庆县 这对于一个小县城来说 这可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绝不能等闲适之 尤其是在来福医药被调查期间 梁部长此行的意义 也是非同反响啊 曾毅把接待工作的几个注意事项 一一对刘响讲明 但对于刘响此时前往封庆县的墓地 却没有提及 吩咐完毕 刘响就退了出去 抓紧时间去订明天的航班 曾毅喝了杯水 也准备休息 这杯水还没喝完 又传来敲门声 曾毅说了一句 请进 就见刘响推门走了进来 老板 楼下来了个人 说是要找你 因为时间不早了 高主任就把他给拦在了下面 可那个人非要上来不可 您看 曾毅就问 他没说是做什么的 三十来岁 脸色挺白的 看穿折举纸呢 好像是有点身份 曾毅听了这番描述 就大概猜到是谁了 应该是孙有胜那个家伙 曾毅皱着眉头思索片刻 让他上来吧 刘响得了指令 就又合上门出去了 等来到楼下 就见高主任还在跟那个人 在对峙着呢 哎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我都讲了 曾县长已经休息了 你明天再来吧 高主任就跟防贼一般的 看着孙有胜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 既然是来找我们曾县长 那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单位的 为什么不肯讲出来 你不讲 我怎么敢放你上去 孙有胜站在大厅里 气得脸都清了 在京城这块地面上 他属于是横塘直行的人物啊 谁敢不卖他三分面子呀 今天亲自上门来见一个小县长 却被这看门的拦下来 像审犯人一般查来查去 老子的名号也是你有资格知道的吗 换成是平时啊 孙有胜早就大打出手了 他把这个小小铸京办拆了都有可能 可现在他只能是忍着 谁让自己有求于人呢 而刘响这时候走出电梯 高主任 曾县长这会儿正好有时间 让他上去吧 高主任这才不甘心的把路让了开来 不过目光还是紧紧盯着孙有胜 这么晚来见曾县长 又不肯亮明身份 怕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孙有胜恨恨的看了高主任一眼 迈步进了电梯 他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 这事要是传出去 就更没法在京城混了 现在最紧要的 还是赶紧治好自己的布局 不然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呀 刘响敲了敲门 把孙有胜领进了曾县的房间 孙有胜看到曾县的那一刻 之前鼓足的勇气 却突然一下子泄霉了 堂堂一位大少爷 竟然变得毫无底气 曾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打搅你了 曾县抬头看了看孙有胜 对刘响说道 你去忙吧 刘响也觉得很诧异 看曾县长的样子 应该是认识这个人的 怎么客人来了 曾县长却是如此不冷不热呢 他也没敢多想 赶紧关上门 出了房间 甚至都没给孙有胜倒杯水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孙有胜深夜前来拜访 曾义对他非常冷淡 孙少坐吧 孙有胜坐到沙发里 想了一下 却不知道这话要怎么说出口 脸上一副既焦急又尴尬的神色 就听曾义问道 这么晚过来 不知道孙少有何贵干呢 孙有胜的尴尬 这才算化解了几分 坐在那又琢磨了一会儿 最后一咬牙 曾少 我承认 以前有几次事情 都是我在暗中捣鬼 包括邱大军那一回 主意也是我出的 曾义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的表情变化 但一想到当时的情景 心中依旧是怒火难溢 尤其是邱大军 拿龙美心来羞辱自己时 那种肆无忌惮的样子 曾义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孙有胜看到曾义这没反应的表情 心里更加忐忑不安 曾义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功夫 他可是切身领教过了 曾义越是没有反应 他反倒越害怕 孙有胜看着曾义 鼓足了勇气又说道 曾僧少 我知道你恨我 也确实是我先对不起你 得罪了你 可我现在已经成了这么一个废人 整个四九成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就连邱大军他娘的也看不起我 我已经遭了报应 相信曾少你对我的恨 应该也稍稍有所减少了吧 曾义手里捏着那只喝水的慈悲 半天没有说话 凉酒之后 捏着杯子的手才缓缓松开 你到底想说什么 孙有胜见曾义似乎有所松动 当即就说 我知道曾少你是举世无双的神医 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 只要能让我重新做回男人 今后只要曾少一句话 我孙有胜就是上刀山下油锅 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皱眉头我就是王八养的 说到激动处 孙有胜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曾义却只是冷冷的哼了一声 孙少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还能再相信你吗 孙有胜愣了一下 随即大步走向房间里的一张办公桌 然后拿起桌上的纸笔 趴在那刷刷的写了起来 不一会儿孙有胜写好了 拿着那张纸往曾义面前一放 曾少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孙有胜的这颗头 现在就交到你的手里了 说完 孙有胜把食指塞进嘴里 狠狠一咬 顿时鲜血横流 这小子就用沾着血的手指头 在那张纸上按了个手印 然后站在一旁等待着曾义的答复 曾义拿起那张纸描了一眼 上面的内容倒也很简单 孙有胜承认是自己撬了周振培的墙角 然后被周振培打到了布局 然后又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这就等于是把自己的丑事交到了曾义的手里 任凭曾义拿捏 站在一旁的孙有胜 嘴角不住地抽动 他打小娇生惯养 可能也就这么难忍了这么一回 竟然还是向曾义认怂 手指上的伤口疼得他嘶嘶直抽冷气 却也不得不站在那儿冲着硬气 曾义把那张纸放在了桌子上 孙少 你这是何必呢 他没有说答应至 也没有说不至 就听孙有胜说 是我得罪了你 向你赔罪自然要拿出十足的诚意 孙有胜很紧张地看着曾义 他主动把自己的把柄送给曾义 他也怕曾义不收下这张纸 再给扔回来 曾义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过了一阵才说到 我考虑一下 孙有胜的眼底立刻闪出一丝欣喜 只要曾义答应出手 他相信自己绝对能够重振雄风 别人不清楚 孙有胜最清楚 自己虽然是被周震培打成了这个样子 但为什么后果这么严重 各种名医都束手无策 这其中怕还是有别的内情啊 只是 孙有胜已经再没有跟曾义计较的勇气了 自己根本玩不过曾义啊 再去招惹这个煞神 只能是自己倒霉 孙有胜见曾义答应考虑 就知道这事有门了 当下打开随身的皮包 从里面掏出各种材料 放在了曾义的面前 这是关于我这病情的资料 眼光描过自己写的那份代写的悔过书 孙有胜的嘴角又抽动了一下 随即赶紧把目光移开 然后又站直了身子 那我就不打脚 曾少休息了 有空的话 还请给我一个机会 请你喝酒 见曾义没搭理自己 孙有胜就捏着手指 小心翼翼的退出了房间 曾义在那儿坐了很久 才缓缓站了起来 原本 他是再也不想和孙有胜这个家伙 有任何的交集了 不过现在 他又改了主意 孙有胜这个家伙 还有点用 龙窝香的煤矿 相信很快就能解决 但是 把那些煤矿收回来之后 要怎么做 就成了增益 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了 总不能继续挖煤去卖煤吧 众所周知 直接出售原生的资源 是一件利润最低 最得不偿失的做法 而聪明的做法就是利用手上的资源进行开发 将利润最大化 农民卖粮食 一块钱一斤 磨成面粉 就是一块五亿斤 做成面条 利润又大一些 而做成蛋糕 零食 这利润又会扩大很多 煤炭也是这样 直接出售煤炭 那就是一锤子买卖 卖一车 少一车 最后付的只是那些煤矿老板 而唯一带动的行业呢 就是挖煤 等卖光了 就只能坐吃山空 如果把煤炭拿来开发 不但利润会增大 而且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这道理和把粮食加工成各种食品是一样的 既实现了增值 又带动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 昨天在王府饭店遇到孙友胜 听说孙友胜进了电网 曾毅就突然有了个想法 完全可以利用龙窝乡的煤炭资源 在丰庆县建一座电厂啊 把煤变成电 这利润可就比单单出售煤炭要大了很多 而且还可以解决丰庆县电力不足的难题 丰庆县这几年企业越来越多 用电量也是以倍数增加 以至于每到用电高峰都不得不拉闸限电 搞得居民们意见很大 生活也很不方便 有了这座电厂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如果和孙友胜把条件谈到最优 一座电厂所能贡献的财政收入 完全可以抵得上好几座煤矿了 一来 丰庆县就可以关掉大部分的煤矿 尽量保留资源 二是 电厂带来的附加效益 是煤矿根本无法比拟的 有了电 就有了发展的无限可能 现在的火电技术已真于完善 在烟气排放处理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综合考量 建电厂对风庆县的贡献 尤其是长远贡献 要远远大于挖煤 当然 这只是增益的一个想法 目前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第二天 增益又去西山 看望了乔老 下山的时候 突然看到那天 罗锦鱼所乘坐的那辆黑色轿车 车子就停在路边 隔着玻璃看过去 车上只有司机 并没有其他人 增益的眉头 微微一紧 罗锦鱼又到西山来了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呢 到了山脚下 迎面一辆汽车驶来 是准备上山去的 增益远远看清楚车牌 就放下车窗 吩咐司机放慢车速 向对面的车子打了个招呼 两辆车擦身而过的时候 都停了下来 对面车子放下车窗 露出了罗刚勇的脸 罗刚勇稍有些意外 哎 增益 怎么是你啊 增益打开车门下来 啊 我去看望了一下乔老 正要下山去呢 罗刚勇点了一下头 酸辣汤的故事 他也听说过 所以也不觉得意外 就说 有空的时候 到家里坐坐 好的 增益点头答应 然后退后一步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两辆车这么并排一停 把上下山的路都给堵了 罗刚勇的汽车刚要走 后座车门一开 罗海涛从上面跳了下来 就听他说 我跟曾益哥好久不见了 我带他到处去转转吧 罗刚勇眉头微微一沉 他知道罗海涛这是在说瞎话 可是也没说什么 开着车子就上山去了 罗海涛黑黑一笑 就跳上曾益的汽车 走下山 美心姐又不在家 我才不想去龙家呢 曾益看着罗海涛问道 你不去何事 哎 我去不去的又不打什么紧 一来帮不上忙 二来我在龙家本来就不重要 罗海涛对于龙家没有什么好感 以前罗刚勇处于低谷的时候 龙家上下除了龙美心之外 谁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 所以他天然就把自己排除在外 曾益回头看了看罗刚勇的车影又说 刚才下山的时候 我看到龙署长的汽车了 罗海涛知道 曾益这是在试探龙家的虚实 就压低声音说道 龙家的人基本都到齐了 包括龙王二都回来了 哦 出大事了 罗海涛摇了摇头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家老子这几天很凶 严禁我外出潇洒 就找我带在家里 我想会不会是龙老太爷那 曾益没有接这个茬 罗海涛想到的也正是曾益所能想到的 龙家大大小小齐聚老宅 除了龙老太爷有大的状况 似乎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原因了 曾益就说 我看你还是到山上去一趟吧 如果真是龙家老爷子出了状况 罗海涛不去露个面也说不过去 罗海涛知道曾益这是为自己好 只能又从他的车上下来 得那我溜达上去 回头再联系 说完这小子朝山上走了过去 反正到也不远 走两步就到 过去晃一晃就算是交代了 曾益看着罗海涛走远 才让司机继续下山 他在京城要看望的人太多了 从西山下来 曾益就直奔方南国的家 准备去看望一下方老爷子 下午的时候 曾益接到了罗海涛电话 曾益哥在哪呢 曾益此时刚刚出了方宅 正准备回住京办 就说 我在回住京办的路上 哦那地方我知道 你等着我 我马上到 罗海涛也没说什么事 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 曾益心想 龙家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否则罗海涛不会是这个样子 一路上琢磨着 曾益就回到了住京办 刚到门口 罗海涛也到了 把车子停稳之后 急急的喊道 曾益哥 他一边喊 一边冲曾益直招手 却没有把车开进住京办的意思 曾益一看就迈不过去 上了罗海涛的汽车 这么骑找我 到底什么事啊 罗海涛就说 我去看过了 龙老太爷真的病了 曾益并没有觉得有太多意外 怎么 情况严重吗 严重不严重的 我倒是看不出来 我只看到龙老爷子躺在床上 家里还请了好几位大夫 龙家该来的人呢 基本都来了 看这个架势 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曾益的眉角猛然一颤 脸上的表情一阵复杂 罗海涛看到曾益的表情变化 就知道自己这话讲的有些问题 他赶紧更正说 美心姐没有回来 我问过姑姑了 说是没有通知她 曾益的眼底不由露出一丝失望 随即把话题插开 希望龙老太爷没有大事 罗海涛继续说道 临走的时候 我把我家老爷子叫到一边 我说实在不行 就推荐一下曾益哥 你要是出手的话 龙家老爷子的病还算是个事吗 曾益当即眉头一皱 胡闹 你这是在胡闹 就听罗海涛说 我家老爷子也是这个反应 黑着脸把我训了一顿 我就下山了 不过照我说 这次可是曾益哥你的好机会啊 被龙家刁难了这么久 也该狠狠出口气了 曾益在心里连连摇头 这事情要是有罗海涛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龙家老太爷 现在是什么情况你都不清楚 你有什么资本反过来去刁难人家 别的人要是生了病 曾益可能非常乐意去出手救治 唯独龙老太爷生病了 曾益却不适合去治 甚至还要远远的躲开 曾益和龙美心的事情 方南国夫妇去提过 宅老也表达过不满 徐老徐大炮还亲自去找龙老太爷理论过 最后都闹了个不欢而散 龙家坚持不同意 谁的面子也没有给 你指望曾益去给龙老爷子治一次病 龙家就能翻人悔悟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退一步讲 如果龙家真的上门来请曾益 那曾益到底该不该去呢 去吧 曾益自己心里都觉得窝火 我凭什么要给你治啊 我们一不沾亲 二不带顾 你看不起我 我也看不起你 不去吧 那毕竟又是龙美心的爷爷 你不看僧面 还得看佛面呢 罗海涛认为 这是曾益的好机会 假设 龙老太爷真的病得很严重 而且只有曾益能治 曾益要求 必须解除 龙美心跟邱大军的婚约 才肯出手 那龙家答应了 曾益就必须治好龙老爷子 可这事神仙也不敢保证 如果龙家不答应 而龙老爷子最后又真的不行了 那所有的人 包括龙美心 都可能会怨恨曾益的 大家不会去指责 其他大夫水平不够 而是会谴责 曾益 邪思泄愤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 给龙家出了一道难题 而是给曾益出了一道难题 而且曾益也根本 提不出那样的要求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龙家别上门来找曾益 曾益也完全不想掺和这件事 龙家的老爷子病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治好 跟曾益没有任何的关系 要解决龙美心的麻烦 也不是靠拿治病要挟就能解决的 曾益也不屑于这么做 曾益看着罗海涛认真地说道 罗司令血你都是轻的 要是罗司令真推荐了我去 那谁来请啊 罗海涛一听就傻眼了 是啊 如果自己老子真是推荐 曾益去治病 那搞不好 来请曾益的人就是自己老子了 那还折腾个屁 曾益怎么拿捏呀 罗海涛不由叹了口气 嗨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和美心姐的事发愁吗 曾益相信罗海涛这话是真诚的 罗海涛虽然有些孩子性格 但心思也是很敏锐的 今天能够说出这么不经大脑的建议 可见也是关心则乱 曾益在罗海涛胳膊上轻轻一拍 示意自己心里领这个情 脸上也带着一丝苦笑 罗海涛有些郁闷 你看好容易有个机会吧 曾益还不能出手 他抽出一支烟点着 闷闷地坐在车里吸了半天 最后才说 哎对了 我今天还见到庞老三了呢 曾益淡淡地说道 哦他应该来呀 庞乃杰是龙家的女婿 这个时候他怎么可以不出现呢 这么一讲 罗海涛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对了 我没见到龙家老二呢 曾益稍稍有些诧异 罗海涛所说的龙老二 是指龙美心的小叔 他是龙家今后的绝对核心 现在龙老爷子生病 龙家所有成员都出现了 而龙美心小叔这个单纲人物 却没有出现 这好像有点不合适啊 曾益就说 可能在忙别的事吧 罗海涛重重叹了口气 哎 龙老太爷要是真不行了 可不是个好事情啊 曾益点了点头 胡死不倒位 龙老太爷在 龙家的希望就在 如果真出了事 龙家老二想要再往上走 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助力 甚至都可能还会再次连累到美心 龙家会更加坚定 龙美心和邱大军的婚事 坐在车里抽完那颗烟 罗海涛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 他借口不能在外面久待 就又离开了 曾益站在驻京办的门口 看着罗海涛离去 心里有些沉重 龙家老爷子的事情有些突然 两天前自己问潘宝进的时候 潘宝进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潘宝进是保健局的副局长 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龙家老爷子的状况 而这件事也打乱了曾益的计划 曾益原本要在京城一直待到批文拿到手 然后再陪同梁宾部长一起回到封庆县 现在出了这事 曾益就不得不加快了步伐 接下来的几天 他马不停蹄 拜访了需要拜访的各位老领导 又去走了和批文相关的几个主管部门 最后跟梁宾的秘书黄小天 定好了梁宾到封庆县的具体日期 剩下来的事情就要看小David了 曾益也使不上力气 他决定提前返回封庆县 等快到日程的时候 再到京城来亲自请梁宾 这天上午 曾益到宅家去跟宅老道别 一起吃了顿午饭 吃完饭 张杰雄已经安排好了汽车 准备送曾益直接去机场 站在门口 曾益有些不放心 对张杰雄又嘱咐道 张大哥 老爷子最近有些疲惫 我刚才用手法给他调理了一下 但还得注意 让他多休息 不能太操劳 如果有什么别的事情 你及时跟我联系 张杰雄微微一点头 放心 有我在 曾益吩咐完 就准备抬脚上车 而此时一辆汽车缓缓驶来 停在了宅家门口 距离曾益这辆车并不远 曾益的表情 不由起了一些变化 那辆车子他并不陌生 这次来京城 已见过好几次了 这是罗锦鱼的那辆车 张杰雄当然也认识 龙家跟宅家是有姻亲关系的 他往前走了两步 然后笔直的站在路边 等罗锦鱼下车之后 抬手打了个敬礼 罗夫人你好 罗锦鱼在车边站定 冲张杰雄微微一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说道 翟老在家 老首长刚吃过饭 准备午睡了 张杰雄嘴上这么说着 却并没有让罗锦鱼进门的意思 翟老最近很疲惫 刚才曾益用了手法 翟老这才有了困意 刚去卧室躺下 张杰雄的职责 不允许此时有外人进去打扰 罗锦鱼似乎也看出了这层意思 他并没有生气的意思 脸上还是那副淡淡的笑意 啊 那我就不进去了 我想跟曾益谈两句 不知道是否方便 张杰雄就侧身站到了一旁 把路让开 示意罗锦鱼去跟曾益商量 这不是他能管的事啊 只是他心里也很纳闷 罗锦鱼怎么到这儿来找曾益啊 这有点叫人匪夷所思 上次在天和园 你们家龙青泉署长 可是动用警卫处 把曾益给轰走的呀 曾益却是有点猜到 罗锦鱼的来意了 多半就是为龙家老爷子的病而来 这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曾益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两步 罗夫人你好 罗锦鱼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吓着说 曾益能单独讲两句话吗 曾益点了头 可同时又说 我订了今天返回东江的机票 不能耽搁很久 罗锦鱼脸上带着淡然雅致的微笑 朝自己的车子一抬手 优雅从容的说道 我送你吧 曾益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在罗锦鱼的身后 上了他的那辆车 车子随即向山下驶去 张杰雄也只好驾车跟在后面 他这辆车上还有增益的一些东西 包括那个行医箱 再说 他也想看看罗锦鱼找增益 到底有什么事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罗锦鱼来到宅家 找曾益 并且提出 要送曾益去机场 曾益上了车 张杰雄也只好开着车 在后面跟着 在车上 罗锦鱼 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一定 很恨我们 他的目光 平视着前方 从脸上看不出 他说这句话时 是什么样的感情 他的表情 永远都是那么 淡雅 倦勇 曾益没有讲话 只是轻轻一点头 算是回答了 罗锦鱼的问题 恨就是恨 曾益没必要 隐瞒自己的情感 其实 龙家怎么看曾益 他一点也不在乎 之所以恨龙家 是因为龙家 为了自身的利益 执意要进行 龙家跟邱家的联姻 罗锦鱼的脸上 突然露出一丝笑意 你为美心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了眼里 我能感觉到 你对他那份真挚 作为母亲 我要谢谢你 为美心所做的这一切 我相信别人是无法 做出这样的事的 美心没有看错人 她的眼睛 比任何人都亮 说着 罗锦鱼还侧过身 朝曾益 深深的一切身 罗锦鱼确实 很感谢曾益 如果不是曾益 在天和园门口 站了三天 龙美心将会是 所有世家子弟眼里的笑话 龙家的人 只会考虑 他们家族的利益 他们完全不在乎 美心的个人名声 和荣辱 唯独只有曾益 想到了 也做到了 在天和园门口 站了整整三天 这事换成任何一个人 都绝对做不出来 这不仅仅需要很大的勇气 更需要一种 对个人荣辱的舍弃 眉眉想到这儿 罗锦鱼都会泪湿衣襟 他能真切感受到 曾益是个多么真性情的人 他心里也非常支持 女儿的选择 只是在龙家 他的话无足轻重 等抬起头来的时候 罗锦鱼的眼睛上 又笼罩了一层雾气 他坐直身子 深吸一口气 来缓解自己的情绪 曾益的表情 却没有任何变化 坐在那儿 似乎不为所动 如果不是龙家老爷子病了 罗锦鱼今天 还会不会是如此呢 汽车下山之后 就直接上了通往机场的快速干道 速度立刻变得风驰电撤 而罗锦鱼在平复心情之后 就没有再讲任何话 又恢复了淡雅眷勇的样子 坐在那儿 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 直到汽车驶入机场的入港匣道 罗锦鱼也没有再开口讲一句话 这让曾益不仅有些纳闷 难道罗锦鱼今天来找自己 就只为了说一句谢谢吗 汽车停在后机厅门口 罗锦鱼率先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然后往后机大厅的方向走了几步 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曾益 曾益此时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这罗锦鱼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张杰雄的汽车就停在了后面 他看了看前面的驾驶 也没有着急下车 而是坐在驾驶位上 双目冷冷地盯着前方 曾益只好朝罗锦鱼走了过去 龙夫人 谢谢你送我 既然摸不清楚罗锦鱼的意思 曾益也就不打算弄清楚了 装作糊涂趁机离开京城 是最好的结局 罗锦鱼淡淡笑了一声 我能为你做的只是这个了 随即在曾益身上又打量了许久 接着说道 美心如今待在国外也很好 你不用担心他 曾益的脸色稍稍一致 随即又恢复了正常 看到曾益的衣领 被风吹得有些歪了 罗锦鱼忽然抬起手 帮曾益细细整理了一下 就听他说道 身在权贵之家 虽然风光无限 但也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我的婚姻就是一桩正直婚姻 这些年谈不上幸福 也谈不上不幸福 但我不希望美心也走这条路 他能够认识你 真的是非常幸运 你可以恨我们 但不要恨他 让他出国的决定 是我提出来的 我希望他能跳出这个轮回 曾益心里非常惊详 他一直以为龙美心出国 是他自己的决定 但没想到会是罗锦鱼的决定 就听罗锦鱼又说道 龙家最近出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家里人要让美心回来 被我拒绝了 我不希望龙家再有任何的事 任何的人打搅到美心 我这个母亲 为美心能做的只有这些 别人不明白 但我相信曾益你一定能明白 我的这份良苦用心 罗锦鱼说到这儿就放下手 脸上露出笑意 还带着一丝解脱一般的轻松 进去吧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说完 罗锦鱼转过身 蹬蹬地迈向自己的座驾 随即 车子就离开了后机大厅 张杰雄提着曾益的行李走了过来 进去吧 曾益却一摇头 走不成了 回去吧 张杰雄沉着眉看着曾益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罗锦鱼亲自把曾益送到了机场 曾益却不走了 这事真是令人费解呀 曾益叹了口气 龙家的老爷子病了 张杰雄颇为意外 只是什么也没讲 提着行李又放回车上 龙家老爷子生病 这是给曾益出了个难题 去了不好 但不去 好像又不行 如果换作是自己 可能也不好抉择吧 曾益闷头回到车上 又往回走 他今天算是见识了 罗锦鱼的厉害 从头到尾 罗锦鱼没有提龙家老爷子 一个字 更没有讲要让曾益去治病的事 但却让曾益无法拒绝 因为罗锦鱼已经把事情中 关于龙美心的那部分厉害关系 讲得一清二楚了 如果曾益不为龙家老爷子治病的话 龙家的人很可能就要让龙美心回来了 这个局面同样是曾益所不想看到的 龙美心现在身在国外 那是天高任鸟飞 而一旦回到国内 很可能面对的就是龙家跟邱家的共同逼迫 从内心讲 曾益也认为龙美心的出国 是目前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 罗锦鱼作为母亲 他无法对抗龙家的决定 但他能够为女儿做的 也已经全部做到了 这才是他今天来找曾益的原因 之前他向曾益道谢 应该是出自真心的 正如他自己所讲 别人不理解 作为龙美心的母亲 他是明白曾益良苦用心的 这可能也是他今天亲自过来 却最终没有开口请曾益去龙家的原因 曾益已经为龙美心做的够多了 他没有道理在强求什么 也正是因为如此 曾益这才无法拒绝 罗锦鱼这是把龙美心的前途完全交到了自己手里 曾益叹叹了口气 心道可惜啊 如果罗锦鱼从政的话 就凭他这份识人之准 以及睿智从容 成就或许完全不在龙家任何一位成员之下 没想到龙家内部真正有格局气象的 反倒是罗锦鱼这位女性 等回到山上 翟老已经午休醒了 张杰雄就悄悄把今天的事提了一下 翟老什么也没讲 他对龙家内老爷子确实也有些不满意 可又不可能拦着曾益不去 如今剩下的老骨头已经没几个了 看着身边一个个熟悉的人离去 翟老也不免有落寞之感 沉默了许久 翟老才说 这几天就让曾益住在家里 哪里也不许去 张杰雄点头答应下来 心想 对啊 就算曾益去治 那也不能便宜了龙家 让曾益待在宅家 这就是等着龙家派重要的人物上门来请 这份面子是必须要要的 否则曾益可就成了笑话 两天之后 龙家来人了 唐乃杰跟曾益有点交情 算是推荐人 龙家的人到了两位 一位是龙青泉 一位是龙老爷子的七弟 另外还有龙老爷子的贴身生活秘书 翟老看到龙青泉亲自过来 这才点了头 龙青泉以前看不中曾益 如今亲自上门相请 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大教训 大难堪了 说了一番好言好语之后 大家告辞翟老往西山赶去 张杰雄奉命亲自驱车 送曾益过去 龙宅位于西山 院路的格局跟乔老家差不多 门口同样有专设的警卫港少 招视着龙家的非凡地位 下车之后 张杰雄抢先一步 他把曾益的行一箱提了起来 然后煞神一般的站在曾益身边 他今天的任务 就是为曾益撞威的 龙家的人看到这副架势 自然不敢怠慢 里面又出来人 把曾益和张杰雄赢了进去 龙青泉跟在后面 脸上毫无表情 但心里却很复杂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有求到曾益的一天 刚才在翟老家里请曾益的时候 龙青泉就恨不得 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进屋简单寒暄两句 龙家的人就请曾益上楼 为龙老爷子治病 张杰雄就不好再跟着上去了 他把行一箱送进曾益手里的时候 轻轻在曾益手上点了一下 然后用极低的声音提醒道 龙老二 曾益接过行一箱 眼光似乎是不经意的 在屋里又重新扫了一遍 龙家的所有重要成员此刻都在场 唯独龙家 老二没有现身 曾益心里 不由生出了一种感觉 自己今天的这趟出诊 怕是简单不了 二楼的卧室里 龙老爷子正侧身躺在床上 曾益上来以后 正好看到的是龙老的背面 所以一时之间也无法做一个初步的忘记判断 龙老的秘书姓何 叫做何景平 他上前走过去 轻声唤道 龙老 曾益曾大夫到了 哦 床上的龙老 应了一声 随即转动身子要坐起来 何景平赶紧伸手 扶着龙老坐了起来 然后又在他背后塞了几个大靠枕 伸手试了试 见龙老靠得非常稳当 何景平就赶紧介绍说 龙老 这位就是曾益曾大夫了 医术精湛 水平不俗 曾经一碗酸辣汤 就治好了众老的伤寒 受到很多老同志的肯定和赞誉 曾益放下手里的行医箱 站在那微微一浅身 朝龙老打了个招呼 龙老好 态度是不卑不亢 除了一声龙老 就完全是一副医生出诊的架势 只把龙老当作一名患者罢了 龙家老爷子打量着曾益 目光中带着不怒而微的金光 这是久居高位者才会有的气势 许久之后 龙老眼中金光内敛 露出一丝和气 小曾同志啊 辛苦你了 先坐吧 曾益就说 还是先给您做诊断吧 龙老没有阻止 只是微微一点头 悟了一声 然后就靠在背后的靠枕上 何景平迅速搬来一张椅子 放在龙老床前 然后抬起手 曾益同志 请坐 曾益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把脉诊治了 当下走过去 大大方方的坐下 然后伸出三根手指 龙老 先搭个脉吧 龙老就伸出一只右手放在了曾益的面前 同时近距离再次不着痕迹的观察着曾益 他对曾益这个名字可是丝毫都不陌生 就在前段时间 徐大炮还上到西山上亲自给曾益说美 不过龙老拒绝了 理由是已经跟邱老商定了两家孩子的亲事 令龙老意外的是 徐大炮非单没有作罢 还在龙家大闹了一场 把龙老当时骂的都下不了台 最后徐大炮声称要割袍断交 气呼呼的下山去了 事后龙老还不得不打发人 专程再去徐家解释一次 如今曾益本人就在眼前了 虽然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接触 龙老就知道 为什么京城里那几位老同志 都会这么看重这个年轻的大夫了 曾益跟自己平时所见的那些世家子弟 有着很大的不同 就听曾益问道 龙老您觉得哪不舒服 都有什么症状呢 龙老的观察被打断 他顿了一下说 吃饭不好 睡觉也不好 整天都觉得乏得很 可能是真的老了吧 曾益只是摁了一声 继续问道 排便还正常吧 身后的何景平就说 两便都算正常 和平时一样 曾益就不再问了 坐在那细细品着脉 仅仅是刚才一看气色 曾益就知道 龙老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至少是没有到 要惊动所有龙家成员 一起回来的程度 人上了年纪 身体机能衰退 新陈代谢减缓 这身体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有些毛病是不可能治好的 比如耳聋眼花 不管谁老了都会如此的 老人有这些毛病 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老人受体力的制约 活动量也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大 只要配上一副花镜 带个助听器 能满足每天看电视读报的需求 就可以了 这种毛病也不需要去治 治也是治不好的 过度的治疗 也只会损耗老人 不多的身体元气 像龙老的这个情况 增益遗忘器 在结合把脉 基本就判断了个十之八九 除了一些常见的老年病之外 龙老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问题 更不会有生命之余 就是龙老所说的 吃饭不好 睡觉不好的情况 也都没有在脉象和气色上体现出来 增益可不是个初出茅庐的大夫 他对自己的判断有很强的信心 眼前的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在刚才问诊的时候 龙老并没有说实话 这就奇怪了 明明没有什么毛病 却要躺在床上装病 甚至还要惊动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回来 龙老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增益一时想不明白 但并不急于收脉 而是三根手指掐着龙老的右手腕 装出一副很慎重的样子 平时增益枕脉最多三分钟 今天却足足枕了有五分钟 直到能感觉龙老都有些不耐烦了 增益这才把手收回去 坐在那依旧是一副慎之又慎的样子 何景平轻轻咳了一声 增益同志啊 龙老的情况如何呢 增益缓缓站了起来 站在那又思索了片刻 最后说 一点老年人常有的问题 但无大碍 增益想不明白龙老为什么装病 但既然对方要装病 增益也就懒得去拆穿 索性就说龙老有点常见的老年病 何景平追问道 那你看需要用点什么药呢 病都没有又需要什么药呢 增益心里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装作慎重思考的模样 最后认真地说道 药暂时还用不上 我看先用食疗调理一下 看看效果吧 增益可不敢乱开药 龙老这明明是没有什么大病 自己又摸不清楚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怎么能冒冒失失地开药方呢 说不定现在没事 等自己药方一开 就会有事了 给龙老这种人物看病 不多琢磨一下 不多留个心眼是不行的 古时候太医难做 也正因为如此 病倒是好治 可皇上老的心思难猜呀 往往有些时候 皇帝老而认为 必须有病的 你说没病 那你就倒霉了 反过来也是这样 华佗旧病论病 给曹操的头痛病 制定了开颅手术的治病方案 可最后自己却被曹操砍了脑袋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 可不是独一份啊 何景平再次追问道 那你看看需要怎么进行食疗呢 曾益就说 用五色豆加小米煮成西粥 每天计计时 相信会有一定效果的 何景平一听 就不着痕迹的用眼神 请示了一下龙老 心说 这个曾益果然厉害 不单水平惊人 一把脉就识破了龙老装病的真相 而且心思也是缜密至极 自己连续追问 曾益也是滴水不漏 只说龙老有病 却不讲到底是个什么病 然后用食疗敷衍了过去 见龙老没有表示 何景平就立刻上前 把龙老背后的靠枕拿掉 重新扶他躺下 给龙老盖好被子 何景平就说 曾益同志 请你跟我来 我们把食疗的方案落实一下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也请一并告知 曾益就提上行一箱 跟在何景平的后面 出了龙老的卧室 出门一拐 进了隔壁的一间书房 等推开门 就看到里面的书桌后面 还坐了一位中年人 跟龙青泉有三分相似 气度不凡 独怒自威 曾益看到这个人 顿时就有点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眼前这个人 曾益虽然不认识 但不用想 也能知道 这应该就是龙家的老二 龙长兴 龙家第二代的真正核心 龙长兴这个人很有意思 非常喜欢改名字 他的名字原本叫龙长兴 这符合龙家启明的规范 龙家二代人物的名字之中 都带有一个兴字 可后来龙长兴就把自己的名字 从兴水的兴 改成了三公九兴的兴 最后呢 又定名为龙长兴 兴盛的兴 每一个名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 也彰显出龙长兴的政治抱负 可惜的是 眼前的这条龙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长天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尘 曾义被恭恭敬敬的 请到龙家 给龙老太爷 诊了脉 断定他就是在装病 却接着 被引到了 龙老二 也就是龙长兴 所在的房间 虽然龙长兴 看起来气色红润 目光犀利而敏锐 但却瞒不过 增益这位大神医的眼睛 他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 龙长兴 眼下的架势只是外强中干 罢了 气色红润 却是有彩无神 并不是正常人 该有的那种 神采奕奕的状态 秘书何景平 近来向龙长兴 汇报了一声 龙手机 曾义同志 给龙老做完诊断了 龙长兴 面入亲切之色 哦 你就是曾义同志吧 为父请医 按照礼节 本来应该由我亲自过去相请的 乃何公务缠身 失礼之处 请多见谅 感谢你今天过来 为家父诊病 请坐 请坐 曾义说了一句 龙书记客气了 就在何景平的邀请下 坐在了书房里的一张小沙发椅上 龙长兴的话 虽然说得非常客气 可他并没有跟曾义握手 也没有从书桌后站起来 曾义脸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说自己没有看错 龙长兴确实是病了 否则他就会站起来 今天的事情确实反常 龙老爷子明明没有病 却装作是有病 还搞出了很大的动静 龙长兴明明是病了 却装作没病 生怕别人知道 这里面的玄机 其实也非常简单 龙长兴呢 是龙家全力支持的第二代接班人 如今五十岁不到 就已经是某经济大省的省委常委 还是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 按照龙家的计划 今后一定会在五十岁之前 把龙长兴扶到省委一把手的位置上去 只要卡住这个关键点 龙长兴今后不可限量 为了保证龙长兴能够成功 他哥哥龙青拳 去年甚至不惜高调拳退 堵住了所有反对的声音 这血本下得不可谓不大呀 龙家能够努力的全都努力到了 能够付出的也全部付出了 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 龙长兴自己却掉了链子 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曾一想到这儿 也不禁感慨造化真会弄人啊 龙家倾尽全力 支持龙长兴来卡位 可龙长兴却在这个时候 身体暴露出极大的毛病 这事一旦被竞争对手知道 那龙家的所有心血 可就付诸流水啊 包括龙青拳的全退 也会白白葬送 变得毫无意义 龙老年迈 身体生病非常正常 谁也不会起义 以龙老病重为由 将龙长兴紧急召回京城 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外人自然也不会怀疑到 真正生病的是龙长兴本人 只是这件事不能拖太久 必须立刻找来得力的大夫 把龙长兴给治好 否则时间一长 这事就算没人泄露 外人也能猜到 由此才有了龙青拳 亲自去请曾毅的事情发生 今天早上龙青拳出现在宅家 曾毅就确实是吃了一惊 非常的意外 曾毅可是极其灵通的人 只是一点点蛛丝马迹 他就已经猜出了事情的大概 事实上 这事情也正如曾毅所猜测的那样 龙长兴确实是病了 而龙老爷子的装病 也是眼下唯一可行的方案 龙长兴等曾毅坐下 就说道 曾毅同志啊 家父的身体情况如何呀 曾毅没有直接回答 具体的诊断情况 我刚才已经向何主任讲过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需要调养就好 何景平在一旁说道 曾毅同志的医术 可是受到过很多老同志的肯定 有了这个诊断结论 相信龙书记也该松口气了 当着曾毅的面 何景平不好过去 向龙长兴讲述自己的想法 就通过这种方法 向龙长兴做了个暗示 意思是 曾毅的医术 他和老爷子都考验过了 那是绝对厉害 龙长兴收到暗示就说道 哦 那就按照曾毅同志的方案 抓紧给老爷子调理吧 何景平应了一声 好 我这就去安排 然后就悄悄的退出了书房 临走时还紧紧合上了书房的门 曾毅一看 也站起身来说 龙书记 那我就先告辞了 龙长兴却哈哈一笑 啊 不忙 不忙 曾毅同志啊 我还有些问题 要向你咨询咨询啊 曾毅眉角轻轻一抬 心说 该来的还是会来 他看到龙长兴那一刻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龙家请来的大夫 如果能够通过龙老的考验 就会被请到书房 来给龙长兴治病 所以龙长兴刚才问龙老病情的时候 曾毅干脆就敷衍了事想尽早脱身 奈何何景平是个成了精的人物 让曾毅想敷衍也敷衍不过去 龙长兴也不等曾毅客气推辞 就说道 近来这段时间呢 我总觉得身体有些不得劲 可也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情况 都说中医能治未发治病 正好你今天过来了 就帮我分析分析 看看需不需要做什么条理 都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啊 说完 龙长兴就伸出一只右手 平平的放在了书桌上 等着曾毅上前诊脉 曾毅稍稍有些犹豫 他实在是不想给龙长兴看病 自己今天过来 是被请来给龙老爷子看病的 可等自己来了 龙家却搞了个买一送一 要把龙长兴强行贪给自己 虽说龙家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可这事办的确实不厚道 就没这么请大夫的 而龙长兴呢 就更不厚道了 明明有很严重的病在身 现在曾毅这位大夫 就在他的面前 他嘴上却说 只是觉得身体不得劲 可也说不出什么状况 这等于是对病情的事 只字不提 全让曾毅用诊脉的功夫去揣摩 这种行为在医家呢 叫做以脉困医 明明是你自己有病 要请大夫看 却要让大夫去猜 你都有哪些症状 这不仅仅是困医 更是困疾 因为最后被耽误的 只能是你自己的病情啊 增益的诊脉功夫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可是也不敢保证 自己只凭脉诊 就可以百分百确诊 至于其他的大夫 就更难做到了 妄文问切 是中医辩证的四个环节 缺医不可 之所以这么规定 目的也是为了对患者负责 你指望医生一搭脉 就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这根本不现实 医生也仅仅就是医生 他们是靠疗效吃饭的 而不是靠什么 神乎其神的铁口神断 龙长兴的这个举动 让曾毅心里有点不舒服 加上他根本就不愿意 给龙家的人治病 当下稍稍一犹豫之后 就说道 既然龙书记信得过 那我就试试看吧 龙长兴哈哈一笑 又给曾毅鼓励一番 哈哈 小宗你的水平 我是信得过的 你尽管上手来试 看出了什么问题 胆将无法骂 曾毅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一点头 然后伸出右手搭了个脉 坐在那儿仔细揣摩着脉象 龙长兴这时候近距离观察了一下曾毅 他很难想象竟会有如此年轻的中医大夫 这几乎是中医界的一个奇迹 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曾毅的医术还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肯定 这在保健大夫里面也是不多见的 曾毅摸了有三分钟就收了诊 坐在那儿一副思索状 龙长兴顺手拿起面前的茶杯 掀开盖子 饮了一口又问答 小曾同志啊 情况如何呀 曾毅不着急回答 又思索了片刻才收回思绪 啊 龙书记 我已经仔细诊过脉了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龙书记的身体状况很好 听他这么一说 龙长兴倒是没有丝毫的意外 今天不管自己有没有病 曾毅肯定都会这么讲 如果曾毅真要是讲了自己有病 那自己才要对那些老同志的眼光有所怀疑呢 可能是岁数大了 精力有所不济啊 龙长兴自嘲了一下 先给自己摆好台阶 然后再次问道 依你看我需不需要用点药调理一下 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曾毅毫不犹豫立刻答道 无需用药 至于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作息规律 劳益结合 这就是句言之无物的套话 曾毅就等于是什么都没讲 他也是没有办法 龙老爷子装病 你敢说他没病吗 龙长兴装没病 你敢说他有病吗 不过既然你龙长兴要装没病 那我就干脆成全你好了 曾毅倒是想看看 你龙长兴到底能装到何时 龙长兴的脸上神色不变 眼底却闪过一丝意外 曾毅的这个回答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不知道曾毅到底是真的 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呢 还是在故意装傻冲愣 一时间龙长兴倒是给难住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进行了 他有心想再试探几句吧 可又怕曾毅真的是水平不济 刚才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自己贸然一多问 反倒很可能会露了馅 可不问吧 龙长兴又很焦虑 自己的病情真的是不能再拖了 万一曾毅是在跟自己装糊涂呢 见龙长兴捏着杯子在那出神 曾毅很清楚他在琢磨什么 不等龙长兴拿定主意 曾毅就站起身来说道 龙书记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告辞了 龙长兴犹豫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 有些怅然的说道 啊 小曾啊 辛苦你了 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曾毅刻起了两句 然后就准备朝书房门口走去 龙长兴还是很热情的说道 我让人送送你 可他始终没有站起身来 依旧是沉稳地坐在书桌后面 临出门 曾毅在转身合门的功夫 视线若有若无 朝龙长兴藏在书桌底下的双腿扫了一眼 随即便轻轻合上了门 脸上什么表情变化也没有 何景平就站在外面 看到曾毅出来 立刻迎上两步 满怀期待地说道 曾毅同志 按照你的建议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曾毅摆了摆手说道 啊 不需要了 龙老爷子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 何景平一听 表情就有些不自然 曾毅这么说 分明就是对龙书记的病 没有任何交代了 曾毅是鼎鼎有名的神医 难道 他对龙书记的怪病也束手无策吗 这可不行啊 如果龙书记无法快速痊愈的话 龙家多年的心血可就要复之流水了 想到这儿何景平心乱如麻 两只手也不由握在了一起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该请的大夫 家里都已经请过了 而不能请的大夫呢 也是坚决不能去请的 到目前为止 龙书记的病依旧没有一个说法 西医的检测数据更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 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现在距离龙书记生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可真的要出大事了 何景平都不敢往下去想 龙老爷子年岁已高 能够再熬多久 这很难讲 而作为龙家第二代的顶梁柱 龙署长也已经全退了 就剩下一个龙书记 如果再因病不得不退下来的话 届时龙家中流砥柱进回 整个家族就会走向没落 显赫至极的龙家 难道注定要有这么一劫吗 曾义轻轻咳嗽了一声 何主任 要是没有别的事 那何景平回过神来 赶紧说 曾义同志辛苦你了 请到楼下喝杯茶吧 说完 何景平大手一抬 忧心忡忡的在前面带路 领着曾义下楼去了 到了楼下大厅 龙家的那些成员基本都在 齐齐把视线射向曾义 就听曾义说道 我已经诊治过了 老署长只是身体微样 并没有什么大碍 调养几日就可以痊愈了 请各位首长放宽心 龙家的成员听到了这个消息 却没有任何的喜悦 而是表情各异 大伙要听的又不是这个 老爷子生病是假的 这件事大伙都知道 关键是龙长兴的病如何了 大家巴巴的望着 曾义十几秒钟 可惜曾义再没有开口 大家这才各自收回视线 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凝重起来 在此之前 众人对于曾义可是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但没想到 曾义竟然也对龙长兴的怪病束手无策 龙青泉的表情也很凝重 但不知怎的 他心里竟然还隐隐有着一丝痛快 似乎这个结局自己期盼很久了 何景平又邀请到 曾义同志 感谢你能过来给龙老诊治 请坐下喝杯茶吧 曾义摆了摆手 啊不了 既然已经整过了 就不打搅各位首长了 张杰雄收到曾义的暗示 抬脚上前两步 站在了曾义的身后 顺手把曾义的行衣箱提在了手里 看这架势 龙家人也不好在假惺惺的客气什么 跟张杰雄寒暄几句 就由何景平亲自去送曾义 曾义刚出门 龙家大厅里就有人爆出了牢骚 什么神义 我看也是个孤明钓鱼之徒 开口的 正是龙老爷子的七弟 今天可是他亲自到宅家去把曾义请来的 谁知道豁出面子下了这么大的本 竟然请来的也是个庸义 龙清泉没有发什么牢骚 可心里的感觉很奇怪 从请曾义那一刻起 他就很矛盾 他不希望曾义的医术 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 可又很希望曾义的医术非常厉害 现在曾义对龙长兴的并没有说法 龙清泉也讲不清楚 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 龙老爷子的七弟再次开口道 时间不等人 大家现在就开始想 看看还有哪位名医能请 龙家大厅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 京城的几位大名医都已经请过了 至于剩下那几位实在是因为干系重大 不敢去请 而请西医大夫呢 又一点用都没有 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你就是再高明的西医大夫 也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 大门之外 何景平把曾义送到车边 然后就站在了一旁 目送曾义上车 曾义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心想这还真是待遇有别呀 请自己的时候 龙家出动重量级人物 亲自到宅老家里 等自己到了龙家门口还没下车呢 就有人过来开车门 可现在见自己治不了病 这待遇立马就降下来了 只有龙老的这个秘书来送 车门也不帮忙开了 张杰雄等曾义上车之后 把行医箱往车里移地 然后反身上了驾驶位 只是上车之后 张杰雄却没有发动汽车 因为他看到 罗锦鱼的汽车 正从前面驶了过来 曾义看到罗锦鱼下车以后 就站在原地朝这边看 他只好又从车上下来 迎过去说 龙夫人你好 罗锦鱼还是那副优雅淡静的样子 淡淡笑道 曾义 谢谢你今天能过来 说着 罗锦鱼伸出手 抓住曾义的胳膊 在曾义的手心 轻轻捏了一下 曾义能够为了龙美心 不被打扰 而硬着头皮来龙家一趟 这令罗锦鱼很感激 女儿确实没有看错人 曾义轻轻一躬身 您言重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罗锦鱼明白曾义的意思 这个应该做可不是应该为老爷子治病啊 他又问道 老爷子的情况如何 站在一旁的何景平就回答道 曾义同志经过详细诊治以后 认为老首长的身体没有大碍 稍加调养就可以痊愈 罗锦鱼点了点头 是啊 老爷子本来就没什么毛病 曾义的诊断也是完全没有错 他并没有再问别的 曾义今天只要到龙家走一趟 他的心里就算踏实了 至于龙长兴的病到底如何 在罗锦鱼心里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罗锦鱼当着何景平的面 又向曾义邀请道 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 何景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可是心里未免有些吃惊 龙家跟邱家的联姻 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 罗锦鱼这个时候 竟然还要邀请曾义到家里去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就见曾义点了点头 好 有机会的话一定去 说完 曾义转身准备再次上车 何景平此时突然心里一动 曾义同志请稍等 曾义回头看着何景平 心想还有什么事啊 就听何景平说的 是这样的 龙书记最近因为老爷子的病 操劳过度 身体呢也有些不舒服 刚才我还想着是不是请曾义同志也给瞧瞧呢 结果忙着去安排老所长的事情就给忘了 曾义同志你看是不是 何景平有些抱歉的看着曾义 然后又看向罗锦鱼 想让罗锦鱼帮忙说句话 他有点摸到关键点了 曾义对于龙家应该说是毫无好感的 他就算看出龙书记有什么问题 很可能也会选择装龙作养 不过要是罗锦鱼开口的话 相信他多少都会讲点真话吧 罗锦鱼之前并不在场 听了何景平的话 他还以为曾义今天只是给龙家老爷子瞧了病呢 不过他并没有开口 曾义今天能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能再强求别的了 曾义只好说 何主任 刚才在书房里 我已经给龙书记瞧过了 何景平看着曾义 却不开口问 他要让罗锦鱼开口去问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龙家的大事 罗锦鱼既然在场 也不好完全袖手旁观 罗锦鱼果然顿了一下 就上前问道 龙书记的身体不要紧吧 曾义想了一下 最后硬着头皮说道 龙书记的身体倒是没有问题 不过我有个事情要向龙夫人求证 何景平立刻就把耳朵竖直了 心想 这个曾义果然还是看出了点问题的 罗锦鱼说道 你讲 如果我没有摸错脉的话 龙书记小时候学步应该非常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罗锦鱼一愣 不太明白曾义在说什么 学步晚 跟现在的病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龙长兴这次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罗锦鱼也不清楚 龙家把这件事视作最高机密 只有龙家的老爷子和何景平 才知道龙长兴到底是什么情况 至于龙长兴小时候是不是学步晚 罗锦鱼就更不知道了 他嫁进龙家的时候 龙长兴已经是成年人了 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情 站在一旁的何景平 却是脸色大变 眼睛睁得老大 这件事他偶尔听老爷子说起过 说是龙书记小时候学步特别晚 别的小孩子一岁多就会走路了 可龙书记直到四岁依旧不会走路 如果仅仅是静静站着的话 一点事也没有 可是只要一卖腿就会原地打滚 后来家里请了一位懂医术的道士 开了个方子 三纪要下去 龙书记就学会走路了 这是各种缘由就不太清楚了 那道士的话 玄之又玄 谁也没听明白 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在龙家知道的人也不多 只有那些岁数比龙长兴大的人才会知道一点点 就连罗锦鱼这个龙家的媳妇都不知道 外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可现在竟然被增益一语道破 何景平如何能不吃惊啊 更为吃惊的是 龙书记这次得的怪病 也是走路不稳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